宇宙生命究竟有没有爱 灵道德究竟是不是宇宙的真理 这个不是三体最重要的主题 在我们即将展开的三体三四身永生中 圣母成心遭遇了读者的大量吐槽 与其说是大流在讽刺成心 不如说在讽刺将成心推向前台的那个民粹社会 就是这个杀了维德 欺骗了青鸿时代 围掉了光索飞船 圣母问题不大 但把圣母推向前台的就是最大的问题 未来史学派预测出这个可能 便利者心思也预料到这样的结局 他们宁可奔向黑暗荒凉的宇宙 也不愿停留在圣母当道地球 维德是三体三的主角之一 他拯救世界的思路是牺牲一部分人类 来保证全族基因的延续 这是担负生前身后几百年争议和骂名的抉择 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这一刻的基本上综合了罗吉和张贝海两个人的设定 比罗吉看得更远更透彻 比张贝海做得更加决断 维德和楚言有共同点 他是极致理性的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前进 前进 负责手段的前进 也是因为他的决定 把云天明的大脑送给宇宙 才有了后来的三个旧式的文化故事 他是一个魔鬼一样的人 作者怎么可以给他一个感性的结局呢 继承张贝海的遗志 除非黑暗森林法则的楚言的命运如何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篇章 《死神永生》中一一道来 在三提三《死神永生》中 会有直见人的角色 直见人才是成功的面壁者 整个历史就在一个人的身上 一个决定就可以毁灭两个智慧文明 没有坚强的心灵境界 强大的责任感和父子的精神 根本不可能做直见人这个角色 维护这两个文明平衡的神是谁呢 他叫罗吉 你能想象开篇那个玩世不公的博士吗 如今的他被命运裹挟 成了冰冷的毁灭之神 心如止水不动决绝 直见人的位置 不可能有保持幻想的人来承担 尤其是承心这样的圣母 承心的角色是情绪化的 成长后也是感性的 他无法做到彻底放弃欲望 无法用理性来思考这个宇宙 承心的爱是与地球人的道德混杂一体 地球的道德不一定是宇宙的道德 你几乎挑不出承心什么毛病 可就是喜欢不起来 他最大的特点是缺乏竞争精神 不停地避免冲突回避矛盾 无法狠心下手毁灭敌人 被三体人统治后 他陪大家移民澳洲 表现得像甘地一样从群众受苦 不如说是做自我麻痹的真人秀 我已然在遭罪了 你们怎么好意思来谴责我 当所有的生命都在被宇宙归零时 他居然还在纠结 是不是留下五空间的宠物 就像大刘说的 这些角色都是他比较的工具人 诚心也只是可怜人物之一 他是整部书的点睛之笔 作者把人类美好品性 其中在一个角色上 放到末日去做实验的一个符号化的人 逻辑与三体人的对决结局如何 切离黑暗三体法则的威胁 能否换来和平 青红时代号和蓝色空间号的命运如何 人类将如何摧毁水滴 四倍空间以及光速飞船是什么样的 歌者文明可归零宇宙又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进入三体系列最后的篇章 三体三死神永生 三体二中蓝色空间号 简状楚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水滴入侵太阳系时 张威海驾驶自然选择号出逃 楚岩的蓝色空间号 是主动要求追击出逃的自然选择号 也许他很早就像张威海一样谋划着逃跑 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水滴入侵的重要性 现在张威海给了他机会 他自然要抓住 他放弃了迎接水滴的伟大攻击 主动去追击自然选择号 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有可能是钢音组 楚岩和蓝色空间号上的人员 思想也高度同意 在宇宙黑暗战役之前 众多矛头都在张威海的自然选择号上 因为他是维持着 五艘战舰秩序的精神领袖 楚岩不及接着等机会 不敢贸然对其他战舰发动攻击 主动攻击就是死路一条 等到终极规律与自然选择的对峙 使得坐手渔翁之力 消灭叛变的战舰 做到了合情合理合法 复仇行为 顺利成为兴建人类的新一代领袖 柯宇说他是张威海活距的接班人 如同张威海的设想一样 舰队确实得到了一个最冷酷 最狡诈而富有战略意识的舰长 成为一个重新构造兴建地球 道德和秩序的领袖人物 对于这些人来说 认清宇宙黑暗斯林的真相是至关重要的 张威海自我面壁250年 他把整个人类的延续 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孤独的欺骗狠心的暗杀 那一句没关系都一样 让东方的船员瞬间泪目 这一刻他看到自己救起来的孩子们 也学会了沙发果断 领悟了在这宇宙森林中如何取舍 背负近30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 向张威海致敬 向刘慈欣致敬 在时间之外 宇宙尽头的一间小屋子里 一本日记记录了整个文明 在写什么 历史 也不能说是历史 这些事既没有发生在过去 也没有发生在现在 更没有发生在未来 想写书的话 总该起个名字 我想叫他 时间之外的往事 我有时候突然会想 人类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与自己的最终命运相遇的呢 那就是从我们遇到那个目的开始 我总觉得 人类应该在很早以前 就遇到 一切故事 要从公元1453年5月的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坦丁堡说起 仿佛来自地仙深处的震动船来 奥斯曼蒂 因为1280的花钢石炮弹击中了城墙 成立黄蟲不安的百姓女士兵 像一群蚂蚁一样 用各种东西去填补缺口 在西洋女后下 金色的漫天飞神 像一块盖出军事坦丁堡的果实 震动平息之后 军事坦丁时时把思绪拉回了现实 接见了一位自称身怀魔法 能够扭转战局的来客 风尘女子迪奥龙娜 你有魔法吗 在疑惑的眼神中 他取出了一只纯金圣飞 那是916年前 查实丁尼大帝时代 铸造了两只圣杯之一 同时他生存在取走这只圣杯时 还放了一串新鲜的葡萄 以此证明他可以随意进出 事实任何封闭的空间 军事坦丁时一时 命令30名工人 花费了三天时间进入密室 又几经周折 打开了12道铁锅风刺的石棺 果然发现多了一串葡萄 少了一只圣杯 你能在这儿怎么看 迪奥伦娜回答说 只有到某个地方才能施展魔法 他不能说出那个地方 别人也不能跟踪他 否则魔法就会失效 永久失效 你会杀人吗 迪奥伦娜说明到 严密看管的地牢中 取下一颗战俘的人头 几小时候 他手持毫无血迹的羊皮带 回到宫殿 里面装着的并不是人头 而是一颗完整不去的大脑 你为什么要就承认这个使用 我要当圣女 去吧孩子 杀了莫凡莫德二世 你将拯救圣城 成为圣女 被万人请养 此时的迪奥伦娜 站在圣罗马奴斯门处的城墙 放眼望去战场尽收眼底 她陶醉地闭上双眼 这是我的战场了 这是我的战场了 曾经的自己 如同倒在玉蜜中的小索 在路边的箭头下 遭遇了一气混为一片 而此时的迪奥伦娜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 真正成为圣女的景象 肩负自杀敌军首领 并渴望成为圣女的迪奥伦娜 此时正与军事坦尼堡的大臣 站在圣罗马奴斯门处的城墙 进出的战场 尸横遍野 于远处 如同黑色铁钉一般的敌军战舰 形成了末日一般的场景 在迪奥伦娜的雄墙中 勾动出一副千灰色的画布 大臣此刻给他指出了 敌军首领迎战的方向 不要再白天动手 最后再夜晚行动 迪奥伦娜又冲着了一遍他的警告 不得跟踪他 刚不能进入他去的地方 否则魔法是永远失效 上次的跟踪者告诉大臣 迪奥伦娜离开地堡后 就小心翼翼地去了 炮火最猛烈的地区 最后只看到了他走进一只 直升万劫的惨塔 据说那里除了几具森森白骨 以外再无情了 这次并没有派出跟踪者 大臣只是目送着穿过军人的队列 逐渐消失在刚刚降临的夜色之中 而此时的军事坦丁十一时 刚刚得知能分欧洲增援 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美梦 他看着地面上消失的水次 正如看着消失的希望一般 世卫报告越时的消息传来 更加确切了自己的帝国 即将被吞噬的结果 他也预感到迪奥伦娜不会回来 他不会得到哪颗人头了 事实果然如他所想 一天一夜过去了 迪奥伦娜没有消息 彼时的大臣一行人策马来到那座塔前 眼前的警察让他们随之一愣 在苍冷的月光下 完毫无损 惊悚的塔间直指星空 随性的跟踪者 发誓出上次来的十五塔 确实少了一半 周围的使命人纷纷作证 大臣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无关多少人作证 完毫无损的塔却是不争的事实 随即带领一行人进入塔中 在火炬的光亮中 看到了蜷缩在窗架的迪奥伦娜 窗外透进来的月光 将他的头发轩染成一团荧幕 迪奥伦娜浑然不知 自己的生命将在他苍白的月下走向终点 在这座高耸 好像直达星空塔中 军事弹地的大臣带着随从 面对着刚刚从梦境中走出来的迪奥伦娜 此时的他圆睁双眼 反而还留恋在刚才的梦境 怒不可恶的大臣立声问他 你在这里做什么 去不了那里 哪里迪奥伦娜 只是仍陶醉于自己的回忆之中 那里很大 很舒服 这里 也像棺材一样着 外面也像棺材一样着 我想去那里 阵阵声浪从外面穿在大臣的耳朵 一部分声音来自于城外 第一支手里 一军的四面发动总攻 此起彼伏的魂武 正从第一军阵营中传来 对方的军营中 攻击了烟雾和火星直至上空 形成了一道浓重的杀气轮罩的城市内 另一部分声浪自来自于城内 国王主教天主教徒 以至于城市守卫 甚至是商人和农民 都聚集在圣索费亚大教堂之中 准备有生命迎接末日的到来 此时的大神 甚至该给这场荒唐的闹剧 划上一个巨炮 匕首直指刺迪奥伦娜的身体 他的生命也随月光 就此流逝在黑暗的夜幕里 他的目光眺望远处 仿佛充满了对另一个广阔世界的向往 此日晚晚 军师坦定国王 面对着蜂拥而至的敌军 脱下地头 拔剑出入敌军阵营 难道就没有一个基督徒 来看一下我的头码 这被古罗马拖在身后 长大千年历史车折的国家 终于奥斯曼军队的炮火席底下 走向北深 而在这之前 公元1453年5月3日16时 高维碎块收死接触地球 由于1453年5月28日11时 这时的碎块完全离开地球 与此同时 地球上第一次的魔法时代 宣告终结 高维碎块接触地球的短暂瞬间 历时仅仅25天5小时 在此期间 一个怀怨圣女梦的风尘女子 作为首次通过高维时 攻击入地位的人类 他取走了一只圣杯 摘下了一颗人脑 此后人类世界 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之中 在滚滚的历史洪游中 这种历史好像已经被人遗忘 但又好像被人铭记 此刻的杨东 站在控制中心顶层的阳台上 从他这个角度 能够轻轻地看见 周长两万米 至于地面的混凝土管道之中的加速器 在夕阳中 如同一个巨大的句号 杨东的思绪在此时是混乱的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打到了他的思绪 喂 丁爷 电话的另一端 传了心上人温暖的声音 在哪儿呢杨东 打好几个电话都不见 哦 我刚才没听见 哦 你在外面吗 控制中心呢 顶楼阳台这儿 看夕阳挺美的 你以前可说生活是丑陋的 微观世界这么美那么美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错了呗 咱们日常生活的世界 看起来才是最美的吧 唉 至于微观世界 太乱 太丑 在顶楼 能看见楼下加速器的全貌呢 就像是一个 句号 这可能也是对整个物理学的暗示吧 物理规律不存在 李夏说 我知道你最近的实验遇见的瓶颈 想要在物理学有毒 我更要有耐心 才说 你还有我呢 电话里嘟嘟的忙音传来 此时的杨东 再也无法控制出自己的情绪 泪水像是不断性的雨水滑落下来 痛苦迷茫 煎熬 无数的回忆像潮水般涌上脑海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前本身的追求开始截体毁灭的 是那一次 无意间点击的鼠标指针吗 杨东已经记不清 那次无意间的发现是在什么时候 但那件事发生的过程 却深深地烙印在脑海的记忆中 彼师打算先给母亲电脑 清一下回收站的杨东 发现了一份高级加密级别的文件 这引起了他很强的好奇心 于是他有生以来做了第一件被针母亲的事 把已经删除的部分信息恢复了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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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告诉我怎么活下去 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拯救了 您将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最高统帅 地球三体战士都跟同您的思考 母亲隐藏半生的秘密被杨东一一揭开 从此他前半生所追求的事物轰然倒塌 东东 整个大自然 甚至整个宇宙 都有他的规律 学好物理 你就可以发现 掌握这些规律 整个人类 就是通过这些规律 才一步步发展到今天 消灭人类暴政 杨东一世间无法接受母亲身份的突然转变 物理学没有了 母亲也没有了 万念俱灰的杨东 脑子楼下的深渊 只要跳下去 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但在死神的脸道即将触碰他时 杨东立刻触电般地后退了一步 反身走进了终端大厅 可殊不知 终端大厅又一次将死神的脸道递到了他的身边 在分布着剧情记的终端大厅里 一个年轻人渐渐地走进了杨东的视线之中 在得知杨东的身份后 年轻人被热情地向杨东 介绍正在运行的项目 这是一个地球演化数学模型 用于模拟地球过去和未来的演化 并且综合了生物 大气和海洋的各种因素 听完年轻人的介绍 杨东准备告别离去 走到门口时 他突然转头问到年轻人 你相信有上帝吗 行 可是啊 生命能存在的环境 各种物理参数都是很苛刻的 比如液态水 只存在于一个很窄的温度范围内 如果大爆炸的参数 偏离一亿分之一的话 就不会有重元素出现 也不会有生命了 是不是表现出明显的智慧设计迹象了 大爆炸 我不懂 但您说的地球生命环境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地球产生了生命 生命在改变地球 现在的地球环境 其实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经验 年轻人从一个大屏幕上 调出一个界面 那是一大堆令人 投影幕下的参数窗口 现在把生命想象去掉 看看地球在没有生命状态下 演化到现在是什么样子 杨东看到大屏幕上出现了一颗 刚刚形成的行星 表面处于红热状态 像一块刚从炉中取出了炭 随后行星渐渐冷却 表面的色彩和纹路在连续地缓慢变化 几分钟后 屏幕上出现了一颗橙黄色的行星 地球变成橙黄色的吗 如果没有生命 地球养化到现在 肯定就是这个位置 可是回到海洋呢 没有海也没有河 城市感 现在的地球 是生命为自己建的家人 上帝没什么东西 杨东在说话 他的自想突然有了震撼的一闪 从目前电脑上的那些信息 可以得知 宇宙中的生命并不稀少 宇宙是很拥挤的 生命改变环境 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层次和深度 此时的他已经知道救不了自己 但仍旧有一个问题 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大自然真的是自然的吗 我们所以为的 却由物理规律操纵运转的宇宙 其实是被智慧生命改动 或影响的结果 甚至物理定律 也不是一直存在 异常不变 物理学不存在 那物理学家 在这面目全非的宇宙中 又是何等可笑的存在 危机纪约4年 此刻肺癌晚期的云天明 背条新闻引起了注意 第三届人大常委会 特别会议通过安乐死法案 不断的恐惧 牵涉着来到这里的人们 夜色降临 或化疗带来的虚弱和恶心 让他不得不艰难地睡去 此日 云天明睁开眼睛 却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他的大学同学胡文 在简短的唏嘘之后 云天明收到了一张 300万银行卡 和一张带有密码的纸条 云天明收起了这笔 对他来说堪称巨款的钱 但没有太多的兴奋 当天下午就提交了 那份能解决一切烦恼的 安乐深情 云天明又不自主地想起了 那个从大学到现在 都不能让他忘却的人 程鑫 恰好这次电视中的声音传来 在聂合国本届 行星防御理事会 第12次会议上 第479号提案获得通过 群星计划正式启动 届时将授权聂合国 开发计划署 和教科文组织组成的 群星计划委员会 在全球实施该计划 看着夜幕上 稀稀落落的银点 云天明终时知道 这笔钱该干什么了 他又送给程鑫一颗星星 一抹七层的微笑 出现在了云天明的嘴角 渐渐一散开来 在胡文那里 知识了程鑫的资料 随后便按照 群星计划网站上的电话 拨了过去 等天下午他便来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驻金拜之处 确定了那个 即将送给心上人的恒星 DX3906 现在我宣布 周送者对DX3906的所有权 正式生效 先生 请拿好您的星星 您很幸运 和您赠予星星的那个女孩 一样幸运 我不幸运 我快死了 真是那样的话 您仍然很幸运 大多数人 到死都没有向城市外偏移 他又是能看见那颗星星 确实很好 云天明终于看见了 那颗飘护于城市之外 似有似无的星星 在三提危机公布的第四年里 我为了从社会几次 供给航天工业 还用群星计划贩卖星星 而病入高峰的云天明 在弥留之际被重新在宇宙中留下了他的名字 云天明想他自己已经不再人世了 他将度过怎样的一生呢 但愿他能记得 在茫茫星海中有一颗星星是属于他的 这是云天明的最后一天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 云天明走进了安乐室 随着安乐程序的启动 他在睡着里一样 躺在病床上 28年的时光一目目地浮现在云天明的脑海 就父母离异地走向学堂 在大学与诚心相识到爱上他 从大学毕业到参加工作 直至被检查受肺癌晚期 这28年像一出普通的电影桥段 可能只有那颗星星才是正义他存在过的唯一一损迹 就在云天门按下那个走向死亡的按钮的同时 医生和护士撞开了安乐室的门 他在玻璃瓶的另一边 看见了那个照亮他整个世界的人 诚心 但紧接着诚心说出了一句 让他觉得荒诞至极的话 天明 你知道 安乐死法是为你偷过的 就在他送出信息的那段时间 人类为了探测三体舰队的信息 TI去找维德提 将人类送进敌人的心脏 但探测机却只能写在半公斤的质量 维德提出了冷酷 他有唯一的办法 直送大脑 平时PTC的常任理事 不选择通过了安乐法案 云天明如同实验室中 仅存了小白鼠 为无情地选为阶梯计划的人选 彼时的云天明还得知道 死而复生的他即将迎来的 是生不如死的结局 面对科技原仇自身的三体文明 TIA局长维德并不打算坐以待毕 他提出了冷酷无情地 直送大脑阶梯计划 同时世界各国向外太空 发射了助推探测器的核弹 上千颗核弹的发射 向几个世界末日的场景 用他们的巨大的能量 把轻微羽毛的探测器 推到光速的百分之一 诚心望着送入太空的发射器 自豪和欢喜填满了他的思绪 因为阶梯计划是他研发的 同时他也收到了 被赠予DX-3906恒星的消息 突如其来的浪漫 让他有些头晕目眩 从同学那里得知 云天明肺癌晚期十日无多 便立刻都是找到云天明 说明来意 让探测器装上云天明的大脑 飞往三体舰队 在诚心走后 云天明发出了一只嘲讽自己的狂笑 原来诚心不是来救他的 只是想利用他最后的价值 一旦大脑被送入太空 就意味着要承受着 无边无际的寒冷 甚至可能会被三体人 进行各种各样的痛苦实验 但自知已十日不足的云天明 还是欠了字 诚心对此终日惶惶不安 而科学家瓦基姆的死 让诚心开始怀疑 PIA居然如此邪恶 慧恨 懊恼 无数的负面情绪向他涌来 鄙视列和国外阶梯计划候选人 进行宣誓一事 云天明看着一个个满怀期待的眼睛说道 我不宣誓 在这个世界里 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人 没得到过多少怀恶和幸福 也没得到过多少怀恶 我不认可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我想看看另一个事情 至于是否对人类中长 要取决于我看到的三体温 是什么样 诚心随后送局长那位得知 DX3906这个行情 居然是云天明送给自己的 愤怨的诚心狂奋去 也想要再次阻止云天明 他当得推开手术室的门 一切都已结束 云天明的大脑已经被摘去 诚心会一步当初 即日后 阶梯计划所有的准备都已就绪 核爆开始 闪光在一定时间间隔 不断地在巨翻后面亮起 雾人一边突生翻 开始卷曲翻锁断裂 判则其偏离了预定的航线 他终将带着云天明的大脑 在半屋偏激的黑暗中漂流 诚心担任未来云天明的联络员 也开始冬眠 当意识在黑暗中逐渐失去 他竟莫名地生出些许安慰 也许也要是和云天明一样 在令人恐惧的岁月中 飘向未知的未来 如果千秋公罪真有人评说 现在已经可以派一个人 去解释岁月造成的误会了 这地球舰队惨烈的覆灭 已经14年了 在太阳系的两段 爆发黑暗战以后 残存的舰队与地球的联系就中断了 在未知纪元 208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 地球向太空异散的 带有信息的电波全部消失 所有的波段陷入一片沉默 地球就像一盏突然关掉的灯 对于地球电子气息 突然消失的原因 青铜时代号上的人们 大多认为太阳系已经被占领了 飞船增大了加速功率 向26光年外 一颗带有内地行星的恒星进发 但在10天后 青铜时代号突然收到了一条 来自太空舰队司令部的电波信息 青铜时代号 蓝色空间号 这里是太空舰队司令部 一天且面对着 我给予三体世界的反派成功 人类对三体世界的卫视 已经建立 请你们立刻返航 鉴于宇宙的黑暗司令状态 我们发出这条消息 带着极大风险 因此不会再回复 是否地球将长时间保持电磁进化 对于这个信息 青铜时代号不敢轻信 但为了返航的可能 考虑飞船停止的加速 同时向地球连续发电询问 不过地球的电磁静默仍在继续着 正当青铜时代号 准备再次进行加速时 来自三体世界的智子 在舰上第一尾展开 在青铜时代号和太阳星之间 建立了量子通信 一切最终被证实 于是在末日之战中 幸存的青铜时代号 带着对地球的无限思念 接到了来自地球的返航指令 每一位船员都会告知 他们将以英雄的身份 回到家人的怀抱 他们同时也知道 整个世界都在迎接他们的回归 所有人都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 可他们并不知道 到见对落地的那一瞬间 等待他们的 到底是怎样的结果 距离太阳2300个天门单位的太空中 接近最高航速的青铜时代号 正在夜以继日地 回到那个期待的怀抱之中 这次回家的航行用了11年 停泊在太空港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在向两侧眺望 每个人都试图寻找到 自己眼熟的身影 热泪盈眶又往前欢呼 终于青铜时代号在众望所谓中停泊 我们将在有争之间 征服三天世界 因为人类带第二太阳系 各位舰长 我认为不必留下任何人的戒指之际 你们已经离开家贷徒 所有人都有权于家人团聚 但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舰队刚一着陆 所有船员便被解除武装 被一番人类的罪名 全部被逮捕 被告上法庭 现在登明 青铜时代号全体 本领已被开除舰起 不再处于太阳系 但令你被舰队耐来的持 永远无法护去 你们已经被离交给舰队的司法系 接受审判 但带着荣誉回归地球的呼唤 原来只是一场合飞的骗局 生理持续了一个月 在太阳基金的军事法 跟审判上 与惨烈的太空战斗相比 最为根本的指责 是他们掠夺资源 对临界发起的黑暗战役 船员们的证词 成为了最残酷宇宙的真实写照 发动攻击 是全体借队成员集体投票的结果 即使投票率低于50% 我也会发起攻击 当我得知青头时 他好再也不能返回 飞船就是我全部事迹的那一瞬间 我就改变了 并成了另外一个人 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 集权只需要五分钟 他们把那些死因死生 不得完好尸体 储存起来一遍实用 依据去令人震撼的证词 无论在敲击 是在场所有人的心灵 最后史耐德得出一个警告 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 是地球生物计划的一个里程碑 但那些上岸的鱼 再也不是鱼了 同样 真正进入太空的人 再也不是人了 所以 当你们打算扑向太空 再也不回头时 请千万慎重 需要付出的代价 比你们想象的 要大得多 这是经历了无法想象的 太空逃亡的史耐德的内心写照 在那幽逼的宇宙中 人也不再是人了 在太阳系军事法庭的审判上 史耐德缓缓地说出了他的警告 既有面对法律的无奈和不甘 也有对太空生活的不堪回首 但对于这份警告 此刻所谓的人类领袖们毫不在意 近乎全部的队员背叛有罪 他们将被压忙地 充满着幽安和红聚的太空监狱 在赶赴被囚禁的宿命之前 部分船人再次登上青铜时代号 去完成交接 就在这最后与飞船接触的过程中 原青铜时代号的军官史耐德 突然强行打开了通讯系统 没有联络另一艘孩子 宇宙正漂泊的幸存飞船 蓝色空间号 在被无情的子弹穿透胸膛之时 发出了最后的警告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不要返航 这里都是假 那一只袭击的声音警告 冲通了层层领袖进行宇宙 终于抵达蓝色空间 舰长处于立刻加速逃引的带阳系 于是在两个学院的建设下 地球派出了万有引力 去进行拨乱反正的追击 如果这种反航验 这还不能够证明人类的居住是傲慢 那么接下来的事件 则足以证明 可平的威慑 这是个自欺欺人 带着虚假束缚的摇篮 人类躺在摇篮里 一步发现大人走向了海头 现在是时候 让这个孩子从虚假的美梦中醒来了 因为死神 已经整个了那令人恐惧的双眼 对三提示结束 从这一刻起 罗吉便绑定了黑暗森林威慑的控制权 黑暗森林威慑 是选在两个世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罗吉就是玄剑的法司 他被称为直舰人 两个世界的战略平衡 像一个倒放的金字塔 令人心机地支撑在他这样一个真剑般的原点上 他只手握着引力波发射器的开关 沉默地坚守着直舰人的岗位 如果黑暗森林威慑的控制权 掌握在人类的大群体手中 在做绝对的关键时刻 众人投票显然是一个笑话 但个体的反应无法预测 人们发现 人类对三提示结的任何政策 都不可能绕过直舰人 罗吉的形象 由旧式主义天天地变成了一个不选领域的怪物 和毁灭世界的暴君 罗吉已是百岁老人 身体和心力无法继续直舰 此时至此找到了诚心 至此已化作人形 由人类最先进的AI和防征技术制造 至此暗示诚心竞选直舰人 三提通过至此表示 人类的文化艺术已被所有的三提所迷恋 包括电影诗歌音乐绘画等等已传颂地球 这一切的迹象把人类迷惑 因为三提人确实和人类学了一招欺骗 诚心是唯一一个拥有另一个星球的人 但同时也可以拯救眼前的这个世界 不管这是否合乎逻辑 现在的公众就是这么联想的 六个竞选人 谁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叶文杰和张北海 众多国际势力 鹰派 鸽派 民众的调和 就这样诚心被推选继承执舰人 诚心 请竞选执舰人 诚心 诚心女士 你能祝福一下我的孩子吗 她真可爱 我看啊 诚心女士是项目玛丽亚 诚心 美丽善良的生命 保护这个世界吧 不要让那些野蛮识心的男人 毁掉这美好的意思 大家请听我说 我再也尽情之间人 在宇宙空间 万有引力后对蓝色空间号的追击 已持续了半个世纪 没有人不及的威慑 蓝色空间号现在就是人类延续的唯一希望 可就在即将的歼灭时 两艘飞船闯进了四维空间的碎片 飞速的外表像被一跑入行的利人 消掉了一样 风雨马上的空间 也得有迷失撞击的痕迹 穿远手臂的一部分离奇 消失第二天起来 手臂就在走廊蠕动 穿远观一番坐了 产生了幽闭风静 这梦到宇宙中 每个信仰的生灵 在膨胀中变成了世界 就在这时 水地即将攻击蓝色空间号 罗吉面对墙壁 与三体世界对视了54年 手中握着威胁 三体和地球文明的蔑视开关 终于他由一个万事不公的人 彻底变成一台威慑机器 这54年中 罗吉的沉默接手中 没有说过一句话 为了守护人类文明 他牺牲了一切 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 最高控制权交接时间已到 罗吉先生 这是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 最高控制权第二任掌握者 诚心 请把广播启动开关交给他 诚心上前进行执剑人交接 辛劳执剑人默默相对 罗吉仙子一貌深邃不可见点 那一瞬间 诚心感觉有一道锐利的光芒 扫过他的灵魂 就是那一瞬间 感觉到自己变得完全透明了 他的目光太纷碎了 我无法想象 54年的面被让他悟出了什么 常心伸手 借过这个地球历史上 最沉重的东西 于是 新的执剑人上任 隐藏的水地线身 对地球所有的发射塔进行攻击 因为三体世界都 常心不会按下 那个毁灭两个文明的案件 房间开始跳出警报 这警报代表着 常心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罗吉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在他离开五分钟后就破灭了 死则沮与散 各种情绪左右着他的判断 常心的潜意识中 认为自己是一个 所平使者 而不是毁灭者 他脑海中费过万千的生命 四十亿年的时光 沉寂在常心的眼前 潜意识中挤满了生物 万类聚迹 无数生物的眼睛 锯视着他 眼睛 狂的眼睛 狂的蚂蚁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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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的眼睛 狂的眼睛 狂的蚂蚁的眼睛 狂的蚂蚁的蚂蚁 扔了出去 这个绝对不是来自思想 而是来自身错在他的记忆中 拒绝让所有的地球 胜炼给三体人陪葬 不管 我都无法杀死那些生命 北美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 欧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 亚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 太阳电波放大功能 被全军断压制 引力波 云洲广播系统的人法恢复 黑暗森林威慑 狂才创作62年的威慑时代终结 地球即将成为三体世界的殖民地 常心做出了三体人预测的选择 人民推举了它 就注定了选择这本年的围 是民粹促权的这一切 最后至死表示 只对罗吉表达了敬意 常心回忆 这三体进攻前 人类是有多傲慢 罗吉的威慑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死了以后走了 我们应该彻底解除三体世界的武装 让它们全部脱使 让货运飞船把它们送到奥尔特星云 再用我们的飞船 运到太阳系 回头可以在月球或者火星上建立一些干枯 把它们储存在那 再分批小范围解冻 常心现在只有悔恨 恨自己做的一切决定 没有促成维德成为幸运指舰者 是常心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想成为指舰人 你会同我竞争 而你会成功 有维德在 这末日都不会发生 和平将继续 于是人类像虫子们被赶往澳大利亚 质子代表三体人发表命令 在太阳系为人类画出了保龄地 地球上的澳大利亚 火星的三分之一领土 为人类文明 留存基本的生存空间 人类是积极保持幻想 持久的和平 让人们以为自己还拥有人权 三体却命令水利向人类的伤势 发起恐怖袭击 战火吸卷三十万条人类 人类被迫移民 像澳大利亚这个独立的大洲 移民区的生活对他们 也是地狱般的折磨 昌星自然就成了这些人 发起的对象 对于他人类的相像 那他是废物 迷命危险者三十世界 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情况 澳大利亚仍然是你的朝权 现在开始 你们必须立刻向保留地 所有人类必须解除武装 并且不得携带任何重型装备的设施 移民时间期限一年 之后 任何处于保留地之外的人类 都将被当作三体领土的 入侵者消灭 这灿烂辉煌的地球文化 为人类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希望你们珍惜 三个月后舰队到达之时 一个策划已久的 人类清除计划已经启动 诚心心急如焚 它失眠了 这个大陆上 将剩下不到五千万人 未来三月到两日 仍然可以使用和生存 进行互相屠杀 每个人都从而对方眼中使 如我肉残食 大地如人间猎狱一般 人类世界被催前的不堪入 大部分人 不吃人就会被饿死 剩下的那五千万人 会吃掉尸体而所有 作为人类的概念即将消失 人类文明走出 非洲用了七万年 腿在澳大利亚 只有了三个月 三体人的最肮脏 最侮辱性的行为 撕毁人类所积攒的一切文明 地球文明之后 不会熄灭 但也只能维持一个火苗 就像坟墓中的长明灯 在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 威慑终止后的第38天 三体世界向太阳系派出的第二支舰队 被地球观测到了飞行的航迹 通过观测发现 这支舰队是五年前派出的 这说明早在那时 三体世界就已经准确地预测到 人类的黑暗森林威慑心态的转变 以及第二任直舰人的人选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此时的人类仍在天真地以为 就算舰队能够到达太阳系 也是在两三个世纪以后 他们还是能够平安地度过一生 但这一次 人类并没有那么幸运 在三体界的石出尘埃云的第三天 观测系统就发现 这支舰队到达了光速 现在使用中心天文望远界 就可以看到三体界的推进器的火焰 按照这个速度计算 人类延安他们的灭亡时间很短很短 这支415座飞船的舰队 7号共用了一年的时间 以常规速度航行 与三体行星相距6000个天文单位 是进入光速 这段距离光速航行 只需一个月 三体现在在极短的时间内 打倒和脱离光速 人类只给出了两个猜测 首先地球明对三体世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的部分价值观 只有可能对这个遥远的世界 引发了类似文艺附近 爱的思想启蒙运动 从而产生了科技爆炸 其次 飞向宇宙其他放弃的质子 在进入盲区前 至少又探测了 另一个文明世界 如果这样 那么三体世界得到的 就不仅是技术知识 还有关于宇宙 黑暗森林状态的重要信息 而存在地球上的质子 在威慑中之后 第一次露面就向全世界宣布 人类全部被驱逐 至保留地 地球上的澳大利亚 集合进了三分之一领土 直到这时 人类对质子的讲话 还是无动于衷 天赋一直在地球大气层 内巡起的五个水滴 其中一个 袭击了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三座大城市 它竟直出了城市的巨树森林 那些被集中的建筑 甚至熊熊燃烧 然后像烂雕的果实 一般从几百米的高度 坠到地面 此刻的人们刚刚意识到 在水地面前 人类世界就像石块下的 鸡蛋一般脆弱 至此再次发表讲话 如果移民 不立刻开始 水地再继续攻击城市 至此 全人类向澳大利亚的移民开始 在澳大利亚 这个曾经无比空旷的大路长 将迎来全人类的居住 破一三体世界 对人类的驱逐 成心随着最早一批的移民 来到了澳大利亚 移民区的生活是艰苦的 这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 金钱的这里毫无用处 所有人得到的配携都完全一样 随着移民的增加 成心遭受的职责和谩骂 也越来越多 他们憎恨成心 没能威慎住三体世界 对铺天盖地的骂声 成心坦然接受 他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安慰 这是一名澳大利亚的 土著居民弗雷斯 把成心从自责的深渊 挽救回来 孩子 人做过的 神都记得 第二天 成心做了一件 连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去看了维德 即使是在服刑 他仍旧是让其他 刑犯恐惧的存在 成心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 并没有放弃 他的野心和理想 走吧 我是说离开澳大利亚 在移民完成前快走 维德的话 对成心无疑是正确的 回去之后的成心 见到了致死 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杀掉了三个 试图违反秩序的人类 这伟大的三体舰队 带给你们美好的新生活之心 所有人 还必须经历艰难的三个月 我希望人类的表现 像这次移民一样出色 现在我宣布 澳大利亚保留地 与外界完全隔绝 七个强护作用力宇宙探测器 和地球治安军 将对这块大陆 实施严密封锁 任何企图 离开澳大利亚 都将被视为 三体世界领土的侵略者 而坚决消灭 对地球的去威胁化 将继续进行 这三个月的时间 保留地必须处于 低技术的农业社会状态 禁止使用包括电力 在内的任何现代技术 各位都已看了 职安军正在系统地 拆除澳大利亚 所有的发电设施 这是屠杀 这粮食呢 粮食从哪远 粮食 这不都是粮食 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 都是粮食 活生生的粮食 进化的形式将再次在这个事情升起 你们将在生存而下 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 都在那最后的五千万人之中 希望你们能知道 而不是被人 这个策划已久的灭绝计划 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终于人类在绝望中迎来了文明的末日 进化形式被三体人在地球上缓缓升起 而作为三体文明的代言人致死 他口中的这场所谓的人类举足 前往澳大利亚的壮局中 人类的人性与兽性 于这么壮烈的杯戈之中 发出了最后一次的闪光 在这场杯戈中 没有任何的姓名 记载和事件 记载了纪念地球抵抗运动 抵抗军中的大部分人 都是来自公元时期的人 而作战之和团 就是能令我参与竞选执舰人的公元人 移民结束时 其中三人已在战斗中牺牲 所有抵抗运动的成员都知道 他们才进行的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 等到三体舰在到达地球之日 他们也将走出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些衣衫蓝绿机长陆路的战士 是为了人类最后的尊严而战 而可悲的是 从抵抗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地球治安军 他们不同于为了理想的ETO组织 更多是为了自己能够在末日中存抚 而选择向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一个个从理智文明的人类 都化身魔鬼盘旋的城市上空 借人就杀 根据数据显示 面试的有两千万 最终留下的有五百万 而抵抗军的人数 仅在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之间 整整两倍左右的人数差距 治安节方面用质色的全方位监视 武器装备差得更不是一星半年 抵抗军的每一次行动 每一次出击都是在复死 他们是用生命在没得看似 忘了希望换取时间 那些在深山和城市的下水道中 被扫射的尸体被风吹过 走出一群人类绝望的无上悲歌 这是最后的人性 亦是最后的兽戏 就在城市将人类的命脉 丢在地上的同时 远在广袤宇宙的另一端 万有引力号 凭借质色的全方位监控 以绝对的优势资源 成功追上正在逃亡中的 蓝色空间号 但是不久 各种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 首先是有一位指挥官 声称他见到了蓝色空间号 称的一名军官潜入 随后在完全密闭的飞船内部 竟然有一名女队员被潜入 其中最让人惊讶的是 透过一个出现在墙壁上的 对异洞口 隔壁队员的半截戈外 被嵌在墙里整齐消去 但他之后却毫无痛感 另外太空的巡查顶上 同样看到整个万有引力号 被消去了五分之一 露出了一个平滑的斜面 陆续发生的诡异现象 身为宇宙观察员的 关一犯陷入了沉思 可一致急促的警报 中断了他思考 蓝色空间和万有引力号 持两艘战舰 同时遭到了水滴的攻击 这是地球黑夜 反而超出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 两颗水滴随复遍离了轨道 万有引力号的船员们 见到了他们一生的 无法忘记的神迹 蓝色空间号的收尾 平空出现在了 失去工作的水滴周围 并将水滴难受 中断的战胜 穿着不可被打败的神话 尽头就跟着万有引力号 船员飞速了双心 引力过发生控制室 但控制室 早已变得蓝色空间号的 一位少将亨特占领 然而此时 他们亲眼目睹了 让他们瞳孔放大的一幕 亨特突然撕扯自己胸前的外衣 紧接着他两眼泛白口吐鲜血 就在这时 蓝色空间号的成员突然降临 宣布了对万有引力号的全面占领 在蓝色空间号的仪式厅中 所有人都聚到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时的他们才知道 地球上发生了人类过语 而万有引力号什么 就是人类最后一台引力波发射器 终于在夜门截行宇宙 发生了第一正提名的三百一十五年后 地群漂泊在地球外的孩子 对母亲进行的宣战 几时之手共同按下了 引力波发射器的琴弦 在太空中泛起一片脸 对于两个世界的死亡宣战 以光速传遍了整个宇宙 在幽闭寂静的宇宙中 就在万有引力号穿越的地球 宣判死刑的时刻 此时的地球三体人 为人类划出的保留地澳大利亚洲 一声引力的尖叫 向利润划破了尘空 但又瞬间被死寂吞没 而这声尖叫的起源 则是致死向人类说出 脑发血淋淋的话语后 感到天旋地转的诚心 紧接着她的视野中 出现一片黑暗 又被无限放大 各种声音围绕着她 脚步声冲撞声 枪声咒骂 惊叫惨叫哭嚎 让她大脑不得片刻安宁 她强迫着自己坐起来 但是眼前的世界 只剩下了无边无际的黑暗 诚心失明了 但她觉得失明 对她来说是一介幸事 眼前出现的漆黑 反而成了让她内心平静的助记 突如其来的失明 并没有让她不适应 相反的是 大脑中真实实际的图像 正在被虚幻地想象 一点点挤走 在成亲十一米后的一段时间 成亲听到周围的声闹声 突然平息下来 只能阴气地听见 远处的人的响话声 突然巨大的声量 有迹她的耳朵 过了几秒钟 她才分辨出这只欢呼声 她一次又一次 听到蓝色空间 和万有引力这两个词 渐渐地 她感到另一个微弱的声音 那是自己的面前的脚步声音 可算找到你了 你是 我是市长派来找你的 我们要回家了 我没有家 不是 大家都准备回家了 离开澳大利亚 三体星系的位置暴露 当然太阳系也暴露了 三体人要跑了 他们的第二支舰队 已经转向 离开太阳系了 所有的水敌 也都从地球撤走了 诚心明白了 是万有引力号的引力 为宇宙广播系统启动 是三体第二阶 在不得不转向逃离 周围的声浪渐渐消退 接着是暴雨般纷乱的脚步声 自己就像大洪水后 唯一的幸存者 他的脸上感到一丝暖意 使太阳升起来了 地球上的动荡归于平静 然而星界上的人们 对宇宙的探索之旅 才刚刚开始 为了寻找此前诡异现象的答案 舰队选出了三名代表 他们将要进入四维空间 在舰长楚言的带领下 外星语言学家莫沃斯 几个宇宙观察也关于一番 通过空间泡上无形的球面 一同进入了四维空间 在大脑 适应了无限细节的 高维多空间感后 他们才看清 三维空间中的浩渺事物 在这里都会被 无限的复制粘贴 无法言语的纵深感 方寸之间深波见底 他们甚至能看见 队员的内脏血液 甚至是身体里的细胞结构 在四维空间看去 所有的三维物体 只不过是一张展开的图纸 而万有引力号上的 种种现象 都是因为飞船 进入了四维空间 也是因为如此 蓝色空间号 才得以轻易地 浮起了水滴 同样的 数百年前的女巫迪奥伦纳 从低维进入高维的魔法 也被揭开 在这里 三人见到了一块 四维文明的墓地 罗界 他们通过点阵图 建立了连接 并从魔界那里得知 他们现在所说的空间 就如同正在走向 干涸的大海中的 一片水滑 罗界文明 就是干枯的海中的鱼 这个空间 就是鱼儿的墓地 而为了存活下去的鱼儿们 已经走上了陆地 我们的三维世纪 只不过是从一个 黑暗森林 走进了 另一个黑暗森林而已 这段声色难解的对话 正隐藏着 宇宙末日的黑暗秘密 战争 将为 灭亡 轮回 带着对魔界对话 未及的疑惑 两艘战舰 退出了四维门间 就在他们进入 三维太空的那一瞬间 宇宙仿佛被拦腰斩断 长长的断口 发出炫目的强光 当光芒暗淡 一条横过 整个太空的长线 显现出来 像上帝在宇宙的 会板上 从左到右画了一道 长线发出的光 如蓝白变着红色 然后渐渐暗淡下去 弯弯曲曲 不见首位 它自身一步发光 但浸透了 星海的光芒 仿佛是一次 对银河系的 宏大摄影 现在两艘飞船 应该考虑 自己的未来了 最后除了 两百多人选择 乘坐冬眠舱 返回太阳系之外 其余的船员 则是照顾四维碎块 然后再确定 一个新的目标星系 用双之夜龙罩 人类文明的两颗种子 继续向星海 伸出飘去 不管命运如何 人类的星河 飘向了深邃宇宙 一切总算有 重新开始 被黑暗填满的宇宙中 远在三体世界 之外的地球上 这是人类世界 解除三体危机 进入广播纪元的 第六年 因巨大精神打击 而失明地成心 从澳大利亚回来后 经过诊断 它的失明是 超强度的精神打击所致 治疗方法 使用它的基因 进行不完全克隆 再从克隆体中的 干细胞培育出 视网膜进行移植 这一过程 需要五年左右 于是 医生让它短期冬眠 这天 它从短暂的冬眠中 苏醒过来 眼睛也重获光明 它又可以看见 光怪陆离的世界了 而这六年来 在AAA的运作下 成心的公司飞速发展 成为近地 轨道太空建筑业的巨头 此时 大量的居民 都已经回到原有的原住地 人们把发出 广播的两艘战舰 和移民时期的 抵抗运动中的战士 奉为英雄 而那些三体 制然军 则被大批处决 而对此欢呼 雀跃的人群中 又相当一部分 是在当初 制然军暴命中的落选者 人类又恢复了 祥和的景象 除此之外 甚至有人开始 质疑黑暗森林理论 他们认为 所谓的末日毁灭 不会降临 第一 逻辑的黑暗森林实验 导致187G4X1星系 被摧毁 有学者认为 银河系中心的超级黑洞 完全有可能 把小质量的物体 加速到接近光速 这种光速物体 可能在银行大量产生 只是由于其体积 很小难以发现 第二 三体世界的 黑暗森林威慑的恐惧 还有学者提出 一种宇宙迫害妄想学说 认为三体世界 本身也没有掌握 黑暗森林理论的 确切证据 只是由于其 长期所处的 极端邪恶的环境 使其对宇宙社会 产生了一种 群体的迫害妄想 这种群体妄想 类似于 地球中世纪的宗教 被大多数 三体人信以为真 然而 他们的美梦 很快被彻底破灭了 这天夜里 呈现被一只 急速电话铃声惊醒 电话的令一段 人的妄想星空 诚心 包括大部分的人 都看到了 那颗被人类 仰望了三个世纪的 西纹航行 绚丽的毁灭景象 那是三体世界 被摧毁的壮丽场景 这时人类 史无前例地 目睹了一个 文明的死亡 三体世界 在广播纪元的 第三年零 十个月被摧毁 引力波 宇宙广播后 这么短的时间 就引来了打击 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两个世纪以来 人们的潜意识中 形成这样一个共识 无关其同搜到 何等地步 总会有人来拯救他们 而这次的人们 也在等待奇迹 在三体星星 毁灭后的第三天 只字邀请了 成熙和罗奇见面 进行了一次 茶道对话 通过谈话 它们勾勒出三体星星 毁灭的景象 灾难发生时 三体星星 正处于一个 稳定的恒迹园中 围绕着三颗星 中的一颗恒星运行 恒星被光丽击中 后表面出现了 一个直径 五千万米的裂孔 光丽击中 恒星的位置 正在行星运行的 黄道面上 从三体行星上看去 那个太阳在表面 出现了一个 亮度极浅的光斑 发现熔炉的大门 在太阳身处的 强服势通过裂孔 火树生长着 行星运行的轨道面 三体世界 如同从熔炉中 穿过一般 只在火树中 存在了三十分钟 所有的生命 被复制一具 火树紧紧拉扯着 三体星球 直到最后 恒请探索 引发大爆炸 整个文明 被打击的消失不见 有多少人逃离了 加上已经远而未见度 不到千分之一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能确定 打击随时都会到 当然召唤爱度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可能长达一两个世纪 就像你们上次 进行了试验那样 三体世界 与太阳系的情况不同 被广播的是 三级星系的组点 如果由此 察觉到地球文明的存在 就要查阅近三个世纪前 双方首次通行的自由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从远距离观察 三体星系看起来 比太阳系更远 为什么 这永远不能告诉我们 这两次打击 都是用光丽锁毁恒线 这是普遍的打击方式吗 未来的太阳系的打击 也就是这样的吧 飞岸森林打击 都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随意的 星际 这不是正规的星际战争 只是顺手消除可能的威胁 所谓随意的 出错坐标被发布 是唯一的打击一群 它们不会对目标 进行近距离直接探索 只是发动打击 又微小低廉的发射物 又发目标清最中的毁灭的光 有可能防御吗 不可能的 整个宇宙在暗处 我们在飞岸森林中 就是两只栓在树底上的小米 打击可能来自任何方向 我相信 人类绝对无法在打击中信息 逃亡 在这次查到对话中 罗吉再次让人类燃起了希望 因为他问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从宇宙的尺度远距离观察 三体世界显现出某种危险特征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安全特征 地球文明有办法向宇宙发出 这样的安全声明吗 至此肯定的回答 重新燃起了人类的希望 但经历了无知傲慢 绝望后大起大落的人类 开始进行各种无理的尝试 有自法的高空与电波发射计划 有退回农耕文明的保守计划 甚至还有像纽约自来世 头土的自残式计划 以及各种疯狂的宗教复兴 然而这一切对诚心来说 都是一种惩罚 他决定服药自杀 然而故事的转折 也是从这里开始 就在诚心万念聚会之际 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外太空的约会邀请 而约会对象 就是当年被送入敌人心脏的云天明 地点 根据三体人的传统 设定在地球和太阳的引力平衡处 拉格朗日点 穿过时代印记 博载的太空电梯 诚心登上了一艘 带有三个指示灯的小艇 在三体人的严厉见识下 在一个质字展开的球形显示器上 诚心看到了身处一片麦田中的云天明 没有过多的寒暄 两人有的只是对当年那些时光的唏嘘 但是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起 在通过简短的回答 视察了监听者的尺度之后 云天明开始用他的方式 传递拯救人类的信息 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三个世界的对话 讲述的每一句话 都可以引起三体人的警觉 因为这些早已在三体世界出版过的故事 就这样 天地相隔的两人 在经历了漫长的三个世纪之后 约定总有一天 要在属于他们的星线上再次重逢 时隔百年的谈话结束之后 翻回地球的诚心 来到了做满人类精英的会议室 他们开始倾听了 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三个童话 这是人类目睹了三体文明被毁灭 后的第七年 在地球上的质子屏蔽势中 诚心与情报解读委员会 召开了一次有关地球生死损亡的会议 乃殿的金属墙壁 可以在小范围内屏蔽质子的监视 工作人员开始在会场分发文件 会场安静下来 人们开始认真预读 能三个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情话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王国叫吴布什王国 吴布什王国有一个贤明的国王 一个善良的王后 一群正直能干的大臣 还有勤劳朴实的人民 王国的生活像静一样平静 一直没有故事 国王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冰沙王子和深水王子 还有一个女儿叫陆珠公主 深水王子小时候去了偷涕海中的木岛上 再也没有回来 而冰沙王子在父王和母后的身边长大 但也让他们深深忧虑 他很聪明 但从小就显示出暴虑的品性 王子长大后性格收敛了一些 但国王知道 冰沙信中有一我冬眠的毒蛇 在等待着苏醒的机会 但是公主却聪明善良 如果陆珠成为女王 必定万民拥戴 于是国王终于决定 取消冰沙王子的王位继承权 由陆珠公主继承王位 因此无故是王国有了故事 国王是在他的六十寿臣这一天 正式宣布这一决定 在这个庆典之夜 灿烂的灯火 几乎把王宫造成透明的水晶宫殿 连冰沙王子那颗冰冷的心 似乎也被融化 他一改往日的阴沉 恭敬地向父王祝寿 愿他的生命之光 像太阳一样永远照耀王国 他还赞颂父王的决定 说陆珠公主 确实比自己更合适成为君主 所有人都愿意相信 这位从小暴虐成性的王子 变得温顺善良了 可他们殊不知 这正是阴谋的开始 解除了三体危机的人类 在至此屏蔽式中 对于空气中的静电带来的皮肤不适 与会者没有人抱怨 当听到赫尔辛跟莫斯坑 这个字眼的时候 学者们用各种地球上的 遗知言语拼携 在网络上和各种专业数据库中查询 均一无所获 在这个诡异的词语面前 各个学科最智慧的头脑 都一筹莫展 诚心顿了顿 故事又开始 继续 在无故是王国的国王六十岁寿臣上 冰沙王子显露出的真诚和善意 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于是有大臣建议 应该制作一幅巨型油画 把庆典的场景画起来 挂在宫殿中一字纪念 我的画师老了 世界在他昏画的老眼中 已蒙上了我 我的父王 我正要献给您一位新画师 王子说完 新画师立刻走了进来 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 他这么年轻 能掌握那高尘的技巧吗 我的父王 他叫真也 是空灵大师最好的学生 他自五岁起就跟大画师学画 深得空灵画师的真传 这种感觉通过他儒神的画笔 凝固在画布上 除了空灵画师 他举世无双 在验人会上 真也将在场的所有人都记在了心里 并且告诉冰沙王子 可以画得分毫不差 原来这名叫真也的画师 可以把看到的人画到画里 从而使人消失 这种画必须画在来自 赫尔辛跟莫斯肯的雪浪纸上 才能产生这种神奇的魔力 而这种纸 必须用真也从他师父那里 偷懒的黑幼石板才能压平 二人骑成快马 来到了巨王宫十多里的 一处优势的地宝当中 开始实施冰沙王子的邪恶的计划 在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 童话故事会上 有的人沉思 有的人呆呆地盯着桌上的文件 似乎想看出更多的内容 童话故事由这里又开始继续 在那漆黑幼暗的地宝中 邪恶的王子 开始了他筹备已久的计划 他命令真也画师开始作画 画纸上的色彩渐渐多了起来 但看不出任何形状 五彩的玉笛不断滴到纸面上 画面渐渐被色彩填满 仿佛不是画师在运笔 而是画笔牵着他的手在游移 王子在旁边疑惑地看着 画面上色彩的涌现和聚集 有一种作用 所有的色块都有了联系 所有的色彩都有了意义 形状出现了 变得仔细清晰 王子现在看到 真也画师画的确实是国王 画面上的国王 就是他在宴会上看到的装束 那表情大不相同 国王的目光中 没有了威艳和睿智 而是透出一种如梦出现的迷茫 震惊悲哀 藏在这一切后面 也是来不及浮现的巨大恐惧 而在十几里外的王公中 寝室中的国王凭空消失 被入还有他身体的余温 床带上还有他压出的凹痕 但他的躯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通过这种办法 并上王子面画师 除掉的王公中大部分的人 最后准备将露出公主野画的画中 千军一发之气 真眼画师的师父 空灵大师赶到公宗 并且带来了一把 可以解救公主的伞 空灵画师说 从前他那里的其他画师 也有这种画剂 他们甚至可以把动物植物 也画入画中 但有一天 一条冤龙凭空降息 随后三个大瓜师画下了他 但他仍然没有消息 反而还在画外前游和翱翔 后来画师们雇佣了一位魔法武士 经历了一场 是赫尔兴跟诺斯坦的大海沸腾的敖战 用火箭杀死了冤龙 而这把伞就是用了冤龙的残骸制造而成 空灵大师接着说道 真眼画不出深水王子 他是王国中真眼唯一画不出来的人 你们一定要让深水王子回到公 杀掉真眼并烧掉公主的画像 公主就安全了 于是在出路的晨光中 一辆轻便马车从一个侧门驶出王宫 马车很快消失在远方的物碍当中 奔向滔天 还去寻找不知去向的深水王子 就在三日离开皇宫的同时 真眼画师刚刚完成露珠公主的画像 他对冰沙王子说 这是他画过的最美的一幅画 同无故是王国逃出皇宫的露珠公主三人 黄奔在未尽的夜色里 阴阴绰绰掠过的树木和田野中 似乎都被危险填满 天亮之后 他们没有看到追兵 显然是冰沙王子认为公主已经消失 于是他们开始从容地赶路 常年身居王宫的公主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块大块的鲜艳色彩 森林草地和田野的大片绿色 花丛大片蝎红和嫩黄 琥珀倒映着清晨天空的银色 此刻的露珠公主觉得自己身处画中 想起画 他又想起了已经消失的国王和幕后 但他抑制住了眼泪 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承担起国王的重任 他们谈起了深水王子 公主好奇 为什么深海王子会被流放到岛上 魏队长告诉陆珠公主 人们都说他是坏物 是个巨人 而宽义告诉公主 深水王子不是巨人 也没有被流放 只不过是小时候去木岛钓鱼 而那时的饕铁刚好出现在海上 所以只能被困在岛上 此词三人一路不言 陆珠公主对这个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惊喜 他觉得外面的世界比皇宫一生不变的生活要精彩太多 行之半夜 陆珠公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广阔的星空 车上的火把只能照亮周围的一小块地方 再往远处 世界就是一大块模糊的黑天鹅绒 公主看到了大海 他以前只在画中见过海 他画的是蓝天下的蓝色海洋 与这夜空下的黑色海洋完全不同 这泛着兴风的博大与神秘 仿佛是另一个野太的星空 公主不由自主地向海中走去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深水王子就在海的对面等他 可他刚刚迈出脚步就被魏队长和宽仪拦住 因为海中 有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的挡路时 寻找深水王子的陆珠公主 被随行的两人拦住了脚步 他看见魏队长实际一块破船板 走上前去把船板扔到海中 船板在海面晃到了几下 很快附近的一个黑影浮出水面向的扑去 由于大部分在水下 看不出那东西的大小 紧接着又有三四个黑影飞快的游巷船板 在水中抢成一团 经意转眼的功夫 黑影和船板都不见了 他们只能在海滩上露营 魏队长巴伞交换给宽仪 不知从什么地方打了一盆清水 宽仪为公主击脸 他拿一块香皂在水中只站了一下 一声轻微的枝辣伤后 盆面立刻堆满了雪白的泡沫 魏队长接过香皂 感觉不到一点分量 这还真是赫尔兴跟莫茨根香皂 现在还有这东西 现在身上僵硬而疲劳的 露珠公主在沙滩上躺下 露珠公主被一只铃声 从吴梦的汗血中惊醒 那声音是从她上方旋转的 黑伞中发出的 打伞的是魏队长 像一个小小的穹顶 遮住了一半的夜空 她看不见她的眼睛 但能感受到她的目光 她与无数眨眼的星星 一起看着自己 露珠公主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在夜幕的笼罩下 通过魏队长的描述 公主终于支角 滔铁海和无故是王国的渊源 从前王国周围的海 不叫滔铁海 那时的海中没有滔铁鱼 船可以自由地在海上行行 但有一天 一艘来自赫尔兴跟莫斯 看在商船带来一种珍奇的小鱼 这种鱼只有手指长 而且貌不惊人 装在坚硬的铸铁水桶中 满鱼的商人 在王国的集市场表演 他把一把劲成天铁桶中的水里 只听到一阵刺耳的咔嚓声 箭再抽出来 是一笔咬成的锯齿状 这种鱼叫滔铁鱼 是一种内陆的淡水鱼 鱼群在赫尔兴跟莫斯坑 运到了王国 在一次台风中 一艘运鱼船在王国沿海 实施沉没 船上运载的 二十多桶鱼群 全都倾倒进了海中 鱼群在海中能够飞快地生长 长得比在陆地上要大的多 同时繁殖极快 数量飞速增加 鱼群开始捕食 所有漂浮在海面上的东西 当一艘大船被鱼群围住时 它的船底很快被砍出大洞 连沉没的来不及 就在海面上被咬成碎片 鱼群在故事王国的沿海环游 很快在王国周围的海中 形成一个环形的屏障 故事王国就这样 被周围海域中的 偷窃与包围 沿海已成死亡之地 不再有任何船只的风帆 王国被封离起来 与赫尔兴跟莫斯坑 和整个外部世界 断绝了一切联系 故事王国也就成了 无故事王国 陆珠公主天明的陆迷 魏队长要告诉他 世界很大 海洋无边无际 有无数的脑雨 有的比故事王国小 有的比故事王国大 还有像海洋一样广阔的陆地 骑着快马走 几个月都走不到边 公主轻轻点头又沉沉睡去 准备去迎接他 那不得不对抗的命运 丢深的黑夜 被初晨一缕微光照亮 曾被夜色掩盖的广阔 现在一览无遗 无故事王国的陆珠公主 在这么光亮着睡醒 此时的魏队长 给陆珠公主和宽宜 指明了木道的方向 但公主首先看到的是 站在小岛上的那个巨人 那明显就是深水王子 他顶天立地站在岛上 陆珠公主向他挥手 并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可深水王子并没有注意到他们 魏队长告诉公主 谁会注意到远处的 三只小蚂蚁呢 陆珠公主迫切地 想要回到岛上去 可多年来 没有人能够登上木道 而岛上也没有人能够回来 就在三人一筹莫展之际 三人看见了 昨天晚上公主洗脸用的木盆 卷到了海中 盆已经向海中 飘出了一段距离 里面的洗脸水泡沫从盆中溢出 可以看到有几条涛铁鱼 正在向盆游去 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涛铁鱼没有去啃食木盆 而是都游进了那片泡沫当中 已急着泡沫 他们立刻停止游动 全变成了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魏队长若有所思地盯着海面 他从沙滩上找了一只最小的船 将宽衣拿出的香皂 穿到箭上递给公主 告诉他船一下 他还想把香皂浸到水中 小船载着三人向木岛方向驶去 方法果然奏效 掏梯全部都沉寂在香皂泡沫中 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 小船渐渐向木岛靠近 公主船头望去 岛上的王子仍是个巨人 但彼此暗示看明显矮了一些 似乎小船离海岛越近 王子就越矮 深睡王子转向了这边 一手指着小船的方向 眼中透出惊奇的目光 弄出公主知道 是他的哥哥看见了他们 而他们也感觉到 拯救王国的希望就在眼前 蔚蓝的海面上 在这鹿珠公主的小船 终于登上了木岛的岸边 一行三人看见了二十年前 深水王子去岛上钓鱼时 陪同他的随从们 深水王子走上前来 这时他的身高与普通人无异 鹿珠公主从他身上 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和他的哥哥相认 可深水王子的监护官 却让他通过滴血认前来 证实自己的公主身份 有人拿了两把很小的地手 公主伸出手来 用刀剑从破口取了一滴血 监护官也从王子的手指上 取了血样 小心翼地把刀剑上的 两滴血混在一起 血立刻变成了纯蓝色 监护官当机同随从 一起向公主鞠躬 其他的几个人 都扶着剑柄单膝跪下 他们承认了 鹿珠公主的身份 公主向王子哭诉 王国已经发生的事 王子握着他的手 静静地盯着 只有卫队长 在做着一件奇怪的事 他时而快不跑 还在沙滩上 跑到很远的地方 他离得越远 在我们的眼中就越小 但王子不是这样 不管远近 他在我们眼中的大小 都是一样 近看他身口东身高 远看还是这么高 所以远看就像巨人 深水王子决定 跟随鹿珠公主回去 他们带着那块 能让滔涕与 无法攻击的香噪 去拯救那个 被邪恶的冰沙王子 掌权的王国 在王宫最豪华的宫殿中 偷戴王国的冰沙王子 正在同忠于他的大臣们 纵究狂欢 突然有人来报 到深水王子 和陆珠公主 同帅禁为君 从海岸线 急速下王宫奔来 宫殿中 对时陷入一片死寂 冰沙王子 冷静地召唤 真眼画师 并令他带出 雪浪纸和绘画工具 骑快马 去深水来的方向 把他画下来 并告诉真眼画师 见到深水很容易 不用泡近他 他在天边一出现 就能远远地看到 也会在压抑的 七分钟结束 只剩下冰沙 一人阴雨地 坐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不止过了多长时间 冰沙看到真眼画师 走了进来 真眼告诉冰沙王子 深水王子 不符合透视原理 在他的视野中 并不是近大远小 只有东方画派 才可以画出 不足够透视原理的话 和空灵大师 没有教他东方画 同时真眼画师 告诉冰沙王子 他会自己了断 用他的声音 为自己画出一幅杰作 真眼画师走后 冰沙王子 提前走出宫殿 看见了宫殿 石阶下的深水王子 二人的力线 同时出窍 冰沙与深水的借术 不相上下 但由于后者 不符合透视原理 冰沙很难判断 自己与对手的距离 决斗很快结束 冰沙被深水 一剑刺穿胸膛 从高高的台阶上 跪下去 在石阶上 突出一条长长的血迹 今年的一军 欢呼起来 他们宣誓 效忠于深水王子 陆珠公主 无空守望国 终于回到了正规 第二天早晨 在王国的 另一处海岸上 有人看到了 海中出现了一只 白斑石像远方 那时陆珠公主 和魏队长去了远方 自此王国中的人们 再也没有得到 陆珠公主和魏队长的消息 公主带走王国中 最后一块 赫尔鲜跟莫斯克相造 再也没有人能够 冲破韬铁鱼的封锁 在这个故事结束后 无故是王国 再也没有故事 在这个解读 人类命运走向的会议室中 与会者听完了 云天明的三个童话故事 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 一名儿童文学作家 首先打破了沉默的气氛 首先要明确 我们要从中得到什么 人类未来的战略方向 如果这个信息真的存在的话 不管内容是什么 他的含义肯定是确定 第二天 IDC的云天明的情报 解读工作全面展开 云天明的三个故事 包含着丰富的 业余暗示和象征 任何一个情节 都可以解读出 许多不同的含义 但却无法确定 哪一种制作者 想要传递的信息 因而任何一种解读 都无法成为战略情报 有人认为 会话象征了 现实世界的数字化 或信息化 暗示人类血肉 骨骼 机械 被证通过自身的数字化 多过黑暗森林打击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 这个情节有空间 维度的影响 化之与现实 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空间 也有人认为 滔替与象征的是 黑暗森林状态中 宇宙的文明群体 暗示了宇宙安全生命的 某些未知的原则 另一个观点 曾与之相反 认为套天暗示 这某种人造智能机器 这种机器自我复制 放入太空后 也可以搏带 和奥尔特星云中的 太空尺埃和彗星为原料 大量复制自己 最终在太阳系周围 形成一圈智能屏障 这道屏障 有可能达到 发布安全声明的目的 而这一节都被称为 鱼群设想 但进一步研究发现 鱼群要想透过 自身复制在太阳系 外形成屏障 需要上万年的时间 鱼群设想最终 还是被恋恋不舍地放弃的 还有那把 包括公子的旋转伞 神秘的雪浪指和黑药石 神奇的香皂 这些都被解脱出 大量的不同的蓝意 但专家认为 赫尔辛跟莫斯汗 这个字眼 可能还有确定信息 但是并没有人能够 破解这个悔意的词语 而近在眼前的 三体世界的毁灭 是人类世界 有机会的恒星 被摧毁的过程 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观测 各种观测 得到了大量的完整数据 当人类有可能精确掌握 太阳之后的黑夜森林 打击是灾变的树水滑行 研究的结果 直接导致了 掩体计划的诞生 而掩体计划的热度 取代了 天宁的情报 得到了国际社会 空前的关注 迫在眉睫的毁灭即将到来 在人类目睹三体文明 被复制已具的几年后 掩体计划 也终于正式实施 被视为地球文明方中的 掩体工程 通过三个预测 作为基本依据 对太阳性黑夜森林 打击的时间预测 乐观预测100至150年 一般预测50至80年 悲观预测10至30年 需要拯救的人口数量 按目前世界人口地减速率计算 70年后又为6亿至8亿人 对黑夜森林 打击的总体预测 以三体恒星毁灭的 观测数据为基础 建立了太阳 遭到同样打击时的 灾变数据魔镜 该魔镜的运算表明 如果太阳遭到光明袭击 火星轨道之内的 类地行星 将被全部摧毁 在打击初期 水星和机星完全解体 地球将保留一部分体积 并维持球体形状 暗击表面将被剥离 剥离身度到达500千米左右 包括全部的地球和地慢的一部分 火星表面将被剥离1000米左右 在打击后期 所有类地行星 将用太阳爆发物质的阻力 降低轨道 最终坠落到太阳的残存核心上 完全毁灭 数学模型显示 太阳爆发的破坏力 包括辐射和扩散的航行物质 冲击 与其距离的屏风长反比 这就使得 距太阳较远的类木行星 能够在打击中幸存 在打击初期 木星表面接受到剧烈扰动 但其整体结果将保持完好 获散太阳物质 将会对三颗类木行星的 运行轨道产生一定影响 但在打击后期 爆发后的太阳物质 将形成螺旋状的残骸星云 其旋转的角速度所方向 将与类木行星保持一致 游战对行星产生 足以境地轨道的阻力 又一次提及了 人类全部资源的工程 掩体计划 带着整个文明延续的希望 就此开展 随着掩体工程的启动 云天明的故事 渐渐淡出了国际社会的视线 而此时的人类 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首先 星际逃亡计划 在现有的技术上 完全不可行 在打击到来前的时间区段内 找到可居住的 地外行星的可能性很小 而在去太阳足够远的太空中 建立人类居住点的 远距离躲避计划 可行性也很低 没有恒星星的思源意图 人类在太空中的生存 也将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 而此时 正在精心筹备的掩体工程 则是计划在四大行星的备阳面 建设供全人类移民的太空城 使太空城在太阳爆发时 受到行星的屏蔽和保护 掩体计划所面临的问题 基本在人类现有的 技术水平之内得到解决 舰队国际也曾经在 目前拥有相当规模的 太空基地 此外 关于黑夜森林打击后 人类在太阳系的生存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 人们预想 在太阳被存毁后 太空成全依靠 核区别能源生存 这时的太阳系 将呈现螺水星云状态 大量采集核区别燃料资源 变得很容易 可以满足人类 长期生存的能源要求 而木星的卫星 还有丰富的水资源 可以满足太空城的需要 打击后的太阳系 残害星云 可以为上百亿人 够提供舒适的生活 并使人类外面 具备足够的发展空间 但掩体工程 这个全人类建设的 一个新世界的工程 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确实在国际政治上 出现的难题 公众普遍分析 掩体工程将耗尽地球资源 带来地球社会 政治和经济的大倒退 但仅对国际和联合国 一致认为 当太空的资源 开发到一定的规模 甚至可以反堵地球经济 因此对外公布了 掩体工程的总体步骤 他们将用20年时间 建立巨星星 在宫中和联合国 对峙这个问题的同时 IDC中居然有人 把掩体机化 云天明的情报 连续起来 但并没有多少人 从理智上相信于此 不知不觉中 他们从中寻找的 也不再是真实的战略情报 而是某种对现实的慰藉 但就在这时 对云天明的情报解读 就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突破 在外太空的漫漫长夜 和怪异险恶的异族社会中 孤军奋战的云天明 为了向人类传递情报 但经节律地 设计了一个隐喻模式 再在漫插的孤独岁月中 创造出上百个童话故事 最后精心地 把情报隐藏在 其中三个故事中 三个世纪前 他送给了程鑫一颗星星 三个世纪后 他又带给人类一个希望 但是却没人能够解读出 他那隐晦的线索 直到这天 程鑫和IA在浴室中 通过相遭改变 水面张力的小船实验 参悟出了三个故事中 隐含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曲律驱动 宇宙的空间并不是平坦的 而是存在曲律 如果把宇宙的整体 想象为一张大膜 这张膜的表面是弧形的 整张膜甚至可能是 一个封闭的肥皂炮 虽然膜的局部看似平面 但空间曲律还是无处不在 早在公元时期 曾出现过许多 极富野心的宇宙航行设想 其中之一就是空间折叠 设想把大范围的空间 像一张纸样对折 把纸面上 像具千万光年的遥远的两点 贴在一起 这个方案严格来说 不应该称为宇宙航行 而应该叫做宇宙拖叶 因为它实质上 并不是航行到目的地 而是通过改变空间曲律 把目的地划过来 对于利用空间曲律航行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 更温和更局部的设想 一艘处于太空中的飞船 有可能用某种方式 把它后面的一部分空间运平 那么飞船就会被前方曲律 更大的空间拉过去 曲律驱动 不可能像空间折叠 那样瞬间到达目的地 但却有可能是 飞船有无限积极光速的速度航行 但直到云天明的情报 被正确的解读前 曲律驱动仍是一个幻想 同上百个光速飞船的 幻想方案一样 并从理论上还是基础上 没有人知道它是否可行 两天后 在IDC委员会的会议上 主席宣布 所有的专业小组 都认可了对曲律驱动的解读 云天明的故事告诉地球世界 三体光速飞船 采用的是空间曲律驱动 这就意味着 在众多的光速航行设想中 确定的空间曲律驱动是可行的 对人类的宇航技术发展 指出了明确的战略方向 就如漆黑的夜海中 亮起的一座灯塔 被静默在永夜中的人类文明 指明了生存的方向 云天明的三个故事中 隐藏情报的模式被解读出来 故事中的隐喻 不是直接指向情报信息 而是指向另一个更简单的事物 公主成了小船 赫尔辛跟莫斯克相造和陶铁海 都是隐喻的一个东西 肥皂驱动的指船 而肥皂船的掩域目标 才是空间曲律驱动 用雪浪指的捲区和蕴皮 暗示曲律驱动中的空间形态 把肥皂船的掩域确定下来 两者结合 就解决了文学语言含义模糊的问题 随后会议上的人们 通过这两点掩域 逐渐解开了三个通话故事中的指向 散的第一层掩域很快被解读出来 他所掩域的东西 比较确定的有两项 父方可以自动控制 恒定的速度 于是读者们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深水王子 与散的解读结果相比较 得到一个确定的条件 恒定的速度不随参照系变化 所以深水王子代之光速 出乎学者们预料的是 对散的掩域 他们又找到了第三个所关联的事物 那就是水中的肥皂泡 速度最快没有质量 这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掩域 光 从此来看 三掩域是光速光速 而泡沫有两种可能的含义 采集光能降低光速 解读者们对此掌权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降低光速 以发布宇宙安全声明的关系上 但是仍然得不到确定的战略情报 虽然在故事中反复寻找 但仍没有能找到的迹象 解读故事的学者们 在此陷入了僵局 面对远在敌人心脏中的 云天明带来的故事 就在解读者们对隐喻的线索 停滞不前的同时 那个神秘的地名 赫尔辛跟莫斯肯 突然被解读出来 为了研究这个词 IDC增设了一个语言学小组 小组中有一个名叫巴勒默的语言学家 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 在他与来自挪威的女朋友的 一次无意间的聊天中 知晓了他最为重要的信息 赫尔辛跟莫斯肯 是两个地名的组合 而这两个地方都在挪威 现在都在挪威的诺尔兰郡 而赫尔辛跟山靠着海 在山顶能够看到莫斯肯岛 了解了这一线索的诚心 并立刻动时来到了 这个具有神秘意义的地方 此时的他站在莫斯肯岛上 隔海遥望着赫尔辛跟山的悬崖 一位北欧老人向诚信一行人介绍到 这里的海域上 有一个巨大的莫斯肯大漩涡 他们透过直升机的帮助 在漩涡中亲身试验 从漩涡中脱身之后 他们读懂了云天 那把漩涡比作黑洞的点 每秒16.7千米 太阳系第三宇宙速度 如果达不到这个速度 就不可能飞出太阳系 光也一样 如果太阳系的真正暴速 降到每秒16.7千米以下 光将无法逃脱太阳的引力 整个太阳系的引力范围 将变成一个空心的黑洞 对于宇宙的其他部分来说 这样的世界绝对安全 至此云天明的情报 大部分拼图已经完成 只剩真眼化石的话 这个引力最终无法解读 如维纳斯的断壁一般 真眼的话成立于永远的迷 可是那些都不重要了 人们已经找到了朝王的方案 也正是这些隐晦的线索 与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变动 黄波纪元八年 有希望拯救地球文明的计划 掩体工程正式启动 这天诚信来到新环公司的总部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会议室里漂浮着 几个宽大的信息窗口 显示着新环公司 在地球轨道上 寄出再见项目的实时图像 而掩体工程的启动 也让人类对他们的文明 充满袭击 使原本复兴的宗教氛围 很快又断了下去 突然窗口涌出了 大量信息打断了他的思考 他们的出现 意味着突发的重大事件 但这种突发的细细洪水 往往实在震惊中 很长时间不知所措 成心在一个窗口中 看到了几张仰望的面孔 然后镜头飞一块拉近 直到一双惊惧的大眼睛充满画面 助手跑进来告诉成心 是黑夜四零的打击即将到来 他穿过密密麻麻逃难的人群 来到大厅 看到下方的城市中乱象已经出现 空中的飞车突然增多 交通片的混乱 人群四散奔逃 从落日一般的场景映入他的眼帘 成心此刻开始联系IDC的委员 他们的电话大多战线 只联系上了两个委员 其中一位PDC的官员告诉成心 可以确认太阳性预警系统的 一号观测单元 确实观测到了重大异常情况 来不及多做思考 但是机关步枪的助手 带着成心来到了发射港 这是社会处于混乱中 在求生本能的趋势下 城市中一千多万人都在游戏发射港 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惊慌慌惊惊集 占据了这些人的思维与肢体 没过多久 重新收到了那个IDC委员的电话 告诉他舰队国际和联博 已经联合发表声明 警报几十五船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深夜 在里面打击的迹象 重新走出了船索机 换到了景象一种惨烈的战场 假警报世界 给这个人类自以为相安无事的时代 带来了最大社会动乱 虽然造成了损失有限 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却鸣心刻骨 忽如其然的绝望感 在世界各地的上下个太空发射港中 大部分的发生的 穿梭机从人群强行发射的罪行 在这次假警报事件里 诚心的去往穿梭机的图中 看到一幅实时画面 这幅画面从太空中的禁地轨道拍摄 随后呈现在他的面前 无数条上下的白线 在褐色的大陆上出现 不断延长 不断增多加密 白线头部的小货团 像一大片腐射太空中的营火中 正是类似地球最大规模类似奇体逃离 当他到达发射港上空时 由一百多艘穿梭机 从远处的机构中转移出来 而新款公司的这艘穿梭机 属于周小雄 通缺金属静面覆盖 向起的水平 原则上 太空穿梭机 可以在任何平坦的场地起飞 但为了防止 巨变发动机 喷出的超高温等类似体 对周围造成危险 都在发射台上起飞 就在诚心登转穿梭机的同时 他看到了人生灭绝的一幕 一团耀眼的火球出现的人群中 那时有人在停泊区的人群中 启动发射了穿梭机 那家可能烧死了几十人的穿梭机 后面是从停泊区升起 或者白色的尾基直上高空 接下来停泊区的穿梭机 又相机强行发射 缓缓猎烟中 焦黑的人体突然烟火在空中横飞 当假情报世界过去之后 相关人员总计 有一万多人死于核发动机的猎烟 而除了那些被自己逃避不过众人死活的败类 在这个世界中 还出现了一件同样公众深恶痛绝的事 在地球同步轨道和月球背面 有几十所小型的恒星系 和准恒星系飞船正在秘密建造中 这些建造中的昂贵飞船 有些属于大公司 有些属于超级富豪 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长期躲在巨行性背面 正在建设的太阳系预行系统 只能提供24小时的预行时间 如果黑暗三连大气真的到来 这点实践的现有的任何宇宙飞行器 都不可能把人从地球 送到最近的掩体出木星 地球其实是枯穷于死亡之海的将青巨轮 夹警报过程中的争枪逃命 对人类而言 不是被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 所驱使的集体疯狂 而目前来说 秘密建造的恒星系飞船一旦完工 它们那些暴富的拥有者 就可以长期躲在木星的被羊面 从法律角度看去 没有国际法 国家法律禁止团体 和个人建造恒星系飞船 在具体些被扬灭避难 也不被看作是逃亡主义 但却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 那就是在死亡的面前不平等 在历史上 社会的不平等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地位领域 而认为所有人在死亡面前是一概平等 医疗条件的不均 因贫富差距造成了在自然在害中的不同的生存率 战争中军队与平民的生存差异 这些都成为了死亡面前不平等的条件 这人类总说不到万分之一的少数人 能够躲到安全之处生存下来 而剩下的十几亿人在地球上等死 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从够之间都无法被容忍 而这种现象 直接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光速飞船计划的质疑 对三T第二舰队的观测表明 曲率驱动的宇宙飞行器 加速的光速几乎不需要时间 光速飞船有可能在几十分钟的时间内 从地球航行到木星 而那些拥有光速飞船的特权人士和超级富豪 就完全可以在地球上舒适的生活 在黑夜森林打击到来之际 丢下十几亿人一桃了之一 这个罪恶的前景让社会公众群情疾愤 光速飞船计划 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 而假警报的产生 是由于超级修化社会的敏感性器的迅速放大效应 它的源头和起因 是太阳性预警器的提换侧带员发生的异常现象 发现异常现象这件事是真实的 只是这个发现与光力无关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虚假的警报事件 当民粹制度下的人类撕开他们虚伪的外表 将心敌最深处的丑陋与自私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躲避黑暗森林打击的人类 修建了一个太阳系预警系统 这个能够给地球文明带来警报的系统 建立了三十五个观测单元 可以从所有方向密切 见识太空中的光力辐射 而那件让全世界的沸腾的假警报事件 则是来自于这个太空前少数观测到的那个光力 地球世界只在187G3X1红星 和3T星星被摧毁时观测到两次 但光力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攻击航线的最原始武器 仅凭其巨大的相对质量产生的动能就可以摧毁目标 初看光力是无法预警的 因为它的运行速度几乎是光速 与它自己产生的辐射几乎并行前进 另外光力估计目标的弹道并非绝对直线 由于其巨大的质量 不可避免地受附近天体引力的影响 这就使得光力所走的路程 比它发出的辐射要长一些 由于以上两名因素 光力发出的辐射将先与光力本身到达太阳系 24小时的预警时间 是根据目前能够观测到的光力辐射最远距离估算 假警报世界前两天 太阳系预警系统一号观测单元 也就是V7纪元末的格林菲兹罗观测站 调试完成了那家有史以来性能最强的天文望远镜 望远镜的第一个镜片的直径增至2000米 最初制造的是透镜组中一片中等镜片 它被造成后被历史用来把太阳光聚焦在小星星上 融化岩石制造高纯的玻璃 继而造出了其他的镜片 各个镜片排成一排续色在太空中 镜片相隔很远 观测站为透镜组的末端 是一个仅容两连的小型空间站 以前的天文望远镜在观测太阳系外的恒星时 不管望远镜有多强大 看到的恒星都是一个点 而在这家超级望远镜的视野中 当第一次成功地获取了一颗47光年外清晰的恒星图像时 对古老的可见光天文观测来说 这是一个画时代的时刻 天文学从此摘出了白内障 此时的观测员维纳尔的眼睛 暂时离开显示着望远图像的终端屏幕 向空间站的窗外一看来看 只见那远镜漂浮着几块不规则的视频画 那是制造镜片玻璃留下的小星星残块 阿玛在冷测的阳光中缓缓转动 更颤脱出太空的荒凉 这天的灵格菲兹罗观测站 接到舰队总参谋部的命令 调整望远镜方向对三体星系进行观测 在望远镜的原始视野中 三体星系的图像看上去很平淡 只是太空背景上的一小片白色 恒星爆发已经七年 现在看到的是爆发后三年的景象 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两颗恒星 终于实现了三体世界世代的梦想 但现在已经没有生命能够享受它们的照耀了 看着这四十万一千米外的银色牧场 推纳而感慨万千 而就在此刻一边涂生 漆黑的背景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轮廓线 勾掠出一个大致的圆形 像夜空中的一个肥皂 跑进那么突兀的长期的星系图像中 对这片星亿了如之战的维纳尔和他的答案 都在进行着同一个推测 十一年前 三体第二阶的用一年的时间进行常规创新 在居母星星园的六千个天文单位时 都启动曲率引擎进入光速 就是为了让航机尽量远离母星 这样做都已经晚了 而人类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太阳系的某个位置 测试着曲率引擎 立刻报告 可现在还不到常规通信时间 正式报告就等于是警报了 这就是警报 警告人类不要自我暴露 是这个星期被警报 即便用中维子数发往舰队总参谋部 又被转发到联合国PBC总部 从而引发两天后的世界性动乱 据推测 曲率驱动飞船的进入光速的加速都会留下航迹 而这种空间即便也许会保留很长时间 甚至永久存在 至此所说的 从远距离观察 三体星星看起来比太阳系更危险 正是因为三体星期内部 那一篇直径十个天文单位的曲率驱动航迹 这使得对三体星期的黑二斯林打击来得无比迅速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一号观测单元又在不同方向的太空中 发现了六处曲率驱动航迹 虽然直径从十五到两百个天文单位不等 但形状都很相似 人们甚至可以认为 曲率航迹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 这是继思维空间碎块中的发现后 对宇宙中存在大量高等智慧文明的又一个直接证据 这个发现就意味着 在第一次宫速飞船启动的同时 就是地球文明被加速毁灭的开始 从公元世纪到危机节目 人类对星空充满向往 但迈向宇宙的投机部充满着失败和痛苦 惨烈的末日战役 让人类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中的脆弱 人类之间的黑暗战役 也同样给人们心灵带来创伤 而后来发生的事件 无论是对青铜时代号的审判 还是蓝色空间号挟持万有引力号发布宇宙广播 都加深了这种伤痛 表面上看 光速飞船计划的死亡有明显的原因 避免由此产生的趋力驱动航迹 让地球文明的存在提前暴露 但这就是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原本的普通大众对该计划只是保持冷落态 更关注掩体计划 因为这是最现实的生存之道 当然大众也关注非语计划 三个世界的恐惧情理 使人们强烈向往平安的生活 至于宇宙的隔绝 人们虽然感到遗憾 但他们认为太阳系本身已经足够大了 这种遗憾并非不可接受 而人们对非语的关注度也要低于掩体计划 因为即使是普通人 也能看出这种技术的超级难度 大众普遍认为 凭人类的力量很难完成这样的上帝工程 相比对非语的冷漠态度 对于光速飞船计划的狂热支持者 和坚决反对都来自精英阶层 首先是知识研制光速飞船的派别认为 人类最终的安全来自于一项银河系的扩张和殖民 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 只有外星的文明才能生存 恩爱与中药灭亡 持这种观点的人 大多的非语计划持强烈的厌恶情绪 认为那是自绝坟墓 虽然他们承认 虽然能够保证人类长期的生存下去 但是从风光来看 整个文明已经死了 其次 反对光速飞船的人 大部分出于政治原因 他们认为 人类文明力尽阶级 而知终于进入了 进入理想的民主社会 飞船新工作的人类 则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大倒退 在雨空就像一面放大镜 可以在瞬间把人类的阴暗面放到最大 青铜时代号审判中 塞巴斯迪安什奈德的一句话 被他们当作仿佛演用的口号 当人类真正游落太空时 集权只需五分钟 处于幼年的人类文明 曾打开架门向外看了一眼 外面无边的暗夜吓出了他 在面对灰暗中的广袤和深邃打了个反战 紧紧地关门上了 成心再次来到位于地球太阳引力平衡处的 拉格朗日点 这时据他与云天明相会议过去七年 他作为掩体计划模拟实验的志愿者 这是一次轻松许多的太空旅程 掩体计划模拟实验 由舰队国际和联合国共同发起 而这次实验则是用一颗超级清淡模拟爆发的太阳 为了更逼真地模拟太阳爆发的物理环境 清淡外面还包括了一层厚厚的外壳 用以模拟太阳爆发时泵射的恒星物质 八颗行星就用小行星带的石块模拟 其中模拟类地行星的四个石块 直近约十米左右 模拟巨行星的另外四个石块 则都是一百米左右 这八个石块 按照八大行星轨道间的比例 悬分的清淡周围 构成了一个威缩的太阳系 最近的水星距太阳四千米 最远的海王星与太阳相距三百千米 在拉格朗日点进行试验的目的 则是为了降低行星和太阳引力的影响 使这个系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 无论是试验的发起方 还是设计和实施者都清楚 试验的最终目的不是科研 这实质车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宣传 用来确立国际社会对掩体计划的信心 光速飞船计划被彻底否决后 地球世界出现了与危机纪元之处 十分相似的局面 对人类来说 现在的主流生存计划是掩体计划 而黑域计划则充满着未知因素的冒险 两个计划平行进行 但对于黑域计划 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而对于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掩体计划 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取得公众的支持 本来为了检测实验中巨型性的掩体效果 只需在石块后面放置相应的检测设备即可 但为了取得轰动效应 组织极不决定 让真人坐在巨石后面 并在全世界征集志愿者 而成心则是以志愿者的身份 再次来到了这个当初于云天明相遇的地方 同上次一样 成心的太空艇迎着耀眼的阳光飞来 但进入石块的夜影后 一切都在瞬间暗了下来 与成心一起偏搏在木星被扬灭的 还有19艘太空艇 从这个方向看 在150万千米的远方 蓝色的地球处于最亮的状态 在那 30多亿人正在观看试验的直播 试验开始还有10分钟 成心通道中的声音传记下来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那有望拯救全人类的试验 幽碎的宇宙中 就在离掩体工程试验计划 即将开始的几分钟前 成心乘坐在星宽集团的太空艇中 一个突兀的声音让他打了一个寒颤 你好 我在你身边 成心立刻听出这是谁的声音 托马斯维德 那个让他当初陷入噩梦中的男人 成心的太空艇 出于前五排艇的最边上 此刻的他向右看去 一艘球形的太空艇紧靠着他 透明照几乎炸了挺身的一半 可以看到 听众有五个人 成心一眼认出了维德 他仍然穿着那身黑皮夹克 而此刻的维德 没有真的成心的同意 就启动了对接程序 向成心这边缓缓靠过来 成心也只好启动了自己的对接程序 一次轻轻的震动后 两艇炮在一起 舱门已经密封对接 门无声的划开 两边气压平衡 使成心的耳朵嗡的响了一下 舱里很暗 地球的光照在对面的岩石上 他才反射进来 你为什么选择光速飞船 维德还是以前那样 他像历日一般飞快切入正题 我浪费一点时间 成心告诉维德 只有这个选择对人权来说 才是最正确的 但是维德直白地告诉成心 他并没有完成这种事的能力 和精神力量 但他们的理想是相同的 因为此时的维德 也想造出光速飞船 给我你拥有的一切 你的融丝 你的财富 你的权力 你的地位 如果可能的话 还有你的荣耀和声誉 我用这些去遭光速飞船 成心没有说法 不要犯第二次错误 这话的每个字 都将一记重锤 砸在成心的心上 这是太空艇的微调推进器 开始启动 推进器 把太空艇轻轻地推理延时 等离子喷口的蓝色火焰 照亮了颜面 上面画着的大红瓣 像一只突然震开的巨眼 成心的心紧缩起来 他不是该如何选择 此刻的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无声的轰鸣随着震动 在寂静的太空中传出 人类的掩体工程 实验计划已经开始 清淡引爆 由于没有大气层的遮挡 能量几乎全部以辐射形式放出 在具保鲜400千米处拍摄的 直播画面上 能够看到太阳旁出现了一只火球 亮度和大小 很快超过了太阳本身 摄像机的遮光照 不断调低透明度 当火球达到最亮时 画面除了一片血量之外 一切消失 那光叶似乎要吞没整个宇宙 出于巨石阴影中的诚信和维德 看不到这些 但即使太空艇内关闭了转播画面 还是能够看到 它们身后的土星亮度突然增加 像一颗超新星在它们身后爆炸 随即巨石朝下太阳的一面 被烧弄的岩浆所四周飞过 细碎的岩浆变成了光芒四射的焰火 从太空艇上看 仿佛是从顶端光看一段 荧光闪闪的木 浩浩荡荡地落下了 模拟地球的方向 这时模拟类地行星的四个较小的 尺寸已经破碎消失 就在辅射到达后的十几秒钟 轻弹外壳的恒星 蹦射模彩器中模拟木星的巨石 使尸块剧烈震动起来 连15秒图向传回地球 整个世界一片欢腾 对未来的希望像轻弹一样爆发开来 这就意味着 掩体就好模拟事业的目的已经达到 不要犯第二次错误 维德重复着刚刚的诚信说过的话 短暂的噪声让这段谈号无疾而终 两天后 在星环公司总部的透明大厅里 诚心会见了维德 并告诉维德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他 诚心记得三个世纪前 他转身后说的是直送大脑 这就还后来改变了历史 十天后 托马斯维德成为星环公司总裁 全面接惯了公司事务 与此同时诚心记录冬眠 他的意识在航冷中渐渐模糊 就像在一条大河中顺流漂了很久 就在他暂时退出的时间长河中 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 掩体纪元十一年 作为37813号的冬眠者 承细在沉睡了62年后被唤醒 冬眠之前他曾和维德约定 一旦光速飞船计划 威胁到人类生命 必须唤醒他 由他来决定 恢复事例后的诚心 看到自己的床被推出病房 走廊中看到的 都是空荡荡的金属墙壁 没有了广播纪元的精美纹路 而真正让他惊讶的 则是因为他看到了男人 外形是男人的男人 在威慑纪元消失的男人又回来了 随着身体知觉的渐渐恢复 承兴看到了外面几多普通的楼房 这位建筑让承兴感觉回到了公元世纪 第二天上午 承兴迎来了一位独速之客曹斌 这位物理学家曾是最年轻的执舰人后学人 托马斯·维德先生让我来接你 在这之前我先带你看看这个新世界 以便你能对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 半小时后承兴与曹斌 一起来到东眠中心的一个阳台上 但是承兴很快就发现了天空的异常 太阳在云层前面 这时云层开始慢慢消散 出现一道迅速扩大的云系 承兴并没有看到蓝天 但看到的天空仍是大地 空中的大地上是与周围相似的城市 整个世界是在一个大圆桶中 这时在木星背面的亚洲一号太平城 新世界就这样展现在承兴的面前 所有的平凡瞬间变为震撼 感到自己这时他真正的苏醒过来 在随后的三天时间里 操兵带着城市浏览的四座各有特点的太空城 在离开时 重新通过太空庭的悬窗 感慨地看着悬浮的涌夜之城 直到与上一个时代相比 沿岛世界远不是理想社会 目前在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的备阳面 共有64所大型太空城 其中生活着9亿人 只几乎是现存人类的全部 在黑夜森林打击到来前 地球上已经只有不到500万人生活 那是其不愿离开木星家园 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身 无所畏惧的人 这时的城市望着漫天星海 和一座座新环城 脑中突然冒出一首 中学时代读过的小诗 太阳落下去了 山 树 石 河 一切伟大的建筑都埋在阴影里 人类很有趣地点了他们的小灯 喜悦着他们所看见的 希望找他们所要的 太空城群落了最外侧 新环城和光速二号 孤零零地处于木星的阴影保护区之外 他们在这天迎来了两位客人 曹彬带着城市驾驶太空艇 首先来到了这个被人们称为 鬼城的光速二号 看着在太空艇照耀下的 这座巨大的废墟 诚心的心中 突有地产生了一种敬畏和恐惧 在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后 发现太空城废墟内 闪着悠悠的蓝光 亮亮灭灭 间隔没有规律 像夜里被天边闪天照亮的荒原 在这幽暗的蓝光中 草边给诚心讲了 光速二号和高位的故事 黑洞项目是在原体界元年开始的 历史史一年 然后以黑洞为中心 建造了一座太空城 在黑洞样品研究开始后的第六年 高位遇难了 但是官方通告大众的是 它是在研究工作出现的一次事故 被吸入黑洞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 高位被吸入的可能性 为伏其位 于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死亡保证金 然而事故还没有结束 永远也不会结束 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 提出法庭诉讼 要求世界科学 立刻停止的黑洞样品的研究 虽然这个女人没有声诉 但由于舆论各方面的原因 对这个黑洞样品研究 还是种植 光速二号已完全荒废 你也看到了 鬼城 现在只能等待这个黑洞自己蒸发的 保守估计至少还需要半个视距 昌心看着废墟的黑夜 深处那他幽幽的蓝光 他知道那里现在可能有一个人 正在时间停滞的界面上 永恒的坠落 这样一个人 在外部世界的视角中 他还活着 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却已经死了 难以想象 在这光快陆离的宇宙中 会有多少奇怪的命运 又有多少不可想象的人生 成心这时也感觉黑洞与油光 似乎真的传递出某种信息 成心收回了光 他感到先离着太空中的废墟 一样空荡荡 于是他决定和曹编 奔向此情的终点 新环城 但此时的成心并不知道 在哪里 他就再一次做出影响 原来命运的决定 在城西和曹编离开广所二号 即将到达新环城的同时 他们的太空庭 遇到了联邦舰队的封锁线 本来联邦政府 已经宣布对新环城的全面封锁 任何人不得进出 但他们知道 自新到来的是成心 所以被允许进入新环城 同时联邦政府 也希望他运用自己的影响 劝说城市政权 放弃偏执的违法行为 原来在托马斯·维德 接管新环集团后 公司大规模参与掩体工程 在八年的时间里 规模扩大了十倍 成为世界经济剧图之一 但在六年前 新环集团突然宣布了 延迟曲率驱动飞船的计划 并且向公众宣布 新环城脱离太阳系联邦独立 不再受联邦法律制约 这时城西和曹编的太空艇 正在驶向新环城 前方的太空中 出现了一个缓撞的构造物 那个圆环攻击的表面 把星光拉成一道道光稳 让人不由地想到 环瑞加速器 而环瑞加速器的总设计师 也是碧云峰 不久后他们进入到了新环城 在一栋蓝色的建筑物旁停下 诚心见到了维德和碧云峰 维德领着诚心走进实验室 同时又在诚心的眼前 展示了他们付出了半个世界的时间 取得的成果 空间曲率驱动 和诚心告诉他们 按照现在偏激的行为来看 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这就要看你的决定 你肯定以为在外面的支舰队面前 我们的力量不开一切 然而不是这人 维德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群全副武装的人 从外面列队进入 大约有四五十人 都是年轻男性 这是城市自卫队 是保卫星环城和光速 非常理想的全部力量 而他们的装备 正是公元时期的步枪 用现代材料制造 而步枪子弹的弹头 对现在而言也是未来的技术 这个弹头是一个超道容器 内部高度真空 因此上把一粒小球选择在正中 避免它与外壳接触 正如一粒小球就是反物质 现在的他们 拥有一万五千发这样的子弹 甚至不用从太空出击 只等舰队靠近 从城市射击就可以 对这二十多艘战舰 只需要向每一艘战舰 发射几十甚至上百发子弹 只要有一发命中 就可以完全摧毁 在一批阴郁冰冷的目光中 战士们纷纷地诚心点头 但现在城市却陷入 甚深的恐惧中 他感到自己怀抱着的婴儿 面对着一群恶狼 只想尽自己的力量 保护怀中的孩子 于是诚心勒令他们 立刻停止战争准备 把所有的反能物质子弹 交给联邦政府 维德抬头看着诚心 他一字一顿地告诉诚心 失去人性 失去很多 失去兽性 失去一切 可此时的诚心 却依然选择了人性 一周后 新环集团被宣布为非法 包括维德在内的新环集团上层 和城市自卫队的三百多人被逮捕 在随后的太阳系联邦法庭审判中 托马斯·维德被犯人类罪处于死刑 三天后 在一道强光中 托马斯·维德在万分之一秒内被弃化 此刻的诚心 感觉到整个人类文明史 更像是一场大梦 他回到了木星城市群落 再次在亚洲一号太空城中进入冬年 预定的时间是两百年 但如果在这期间 黑夜森林打击降临 他将随时被唤醒 制止了战争后的诚心 带着对未来的美好袭击 再次选择了于黑夜中的静默等待 殊不知下一次苏醒 将是人类的末日 翻阅坐标数据是歌者的工作 判断坐标的诚意是歌者的乐趣 但自从母世界与边缘世界的战争开始后 乐趣就渐渐渐少 到现在一万多个时间里过去了 古典时代的那些乐趣都只在古歌谣中 哼唱着那些歌谣 也是他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 此刻的歌者正在唱着歌谣翻阅数据 有许多坐标的穿行 如同武世界的天空中飞翔的矩阵宠 坐标时只有组合进行 组合即是所有星星的位置 把信息点质放适于各种组合的位置模式进行匹配 从而识别出其中的目标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宇宙中的第一张群体比较稀疏 并没有进化出隐藏基因和清理基因 而现在藏好自己做好清理 歌者判断坐标的诚意有一些可遵循的规律 群法的坐标往往都没有诚意 但这些规律都是很粗略的 要想真正有效地判断坐标的诚意 主要就是靠直觉 这一点是种子上的组合做不到的 而这就是他这种低伤体的不可取代技术 一般来说 被广播的单个坐标最终都会被清理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正在这时 歌者看到了一个有诚意的坐标 就在种子航线附近 这是一个用长模广播的坐标 歌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断定他有诚意 就只是直觉 组合指引着歌者的视线 像在星空中挥动一只长矛 歌者用立场抽脚握住质量点 准备弹出功力 但当他看到那个位置时 发现三颗星星少了一颗 原来是已经被清理过了 但他却在这个已经没用的坐标中 发现了引起他兴趣的东西 那是死者与另外一个坐标的三次通信记录 被歌者成为弹星者的第一张体 笨拙地拨弄他们的星星 向某世界上古时代的游影 歌者谈起粗糙的虚情 那正是地球与三体世界之间的通信 对死者的情出已经过去了12个时间里 弹星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坐标已经暴露 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裹在漫物中 那样并没人会去理他们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从他们可以弹动他们的星星来看 这段时间足够他拥有漫物的能力 也许他只是不想这么做 如果是后者对歌者来说 这个弹星者极其危险 比死者要危险许多 歌者把目光淘下弹星者 看到那是一个很疼痛的星星 至少还有十亿时间颗粒的寿命 但他与死者信息不同 弹星者的信息有死角 于是歌者向长老申请了二相簿的权限 我需要一块二相簿 请理由 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 二相簿旋服在歌者面前精灵提供 歌者喜欢他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最硬的柔断 这种能把死亡唱成一首歌的唯美 歌者用立场促销拿起二相簿 漫步精心地把他指向弹星者 而太阳系也在此刻开始迎来末日 这是一个被中年的风暴和激流覆盖的世界 迷离的流线状和漩涡状的气温充满了成信的视野 这使得他刚刚从冬眼中醒来 现在看到的木星表面比半个世纪前亮了许多 在这个背景上成信看到一个物体 主体是一根长长的圆柱 各段粗细不同 圆柱的不同部位还附有三个短柱体 它们连接为一个整体 以圆柱为轴心缓缓地旋转着 成信确定这是一个太空城组合体 成信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它们所在的地方与太空城组合体相对静止 但背景的木星表面却在缓缓移动 又过了一会儿 木星的日夜交际线出现 鬼眼一样的大红白也缓缓移入视野 这一切都证明 它所在的地方与太空城组合体 并没有处于木星被扬的影响中 两者现在都是木星的卫星 在围绕木星运行 你在星环号上 这声音来自他旁边刚刚弹出的一个信息窗口 窗口中显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成信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曹斌 看到他的老太 他意识到自己又跨越了一大段岁月 曹斌告诉他 现在是掩体纪约67年5月19日 自成信上次短暂的苏醒后 又过去了整整56年 半个世纪前有过两次舞报 都差点把你们唤醒 但这一次是真的 孩子们 我已经112岁了 可以什么叫你们了吧 孩子们 黑暗森林打击 终于降临了 成信看到曹斌的身后 是一个控制中心之类的大厅 空间几乎被泛滥的信息窗口所淹没 那些窗口在大厅中到处漂浮 不断有新出现的窗口挤到前面 他很快也被后来的窗口掩盖 像极了溃天所涌出的洪水 面对宇宙中的超强力量 人们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即使是三体危机的时代 也没有出现这种放弃一切的麻木 莫然曹斌告诉成信 即使进入掩体也只是徒劳 而让全人类看他绝望的 竟然只是一张小纸条 在成信苏醒来的一年前 太阳系预警系统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从奥尔特星云外侧掠过 这是太阳系中的人类 第一次亲眼见到三体之外的外星文明 当外星飞船在观测的视野中 渐行渐远时 预警系统有了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发现 外星飞船没有向太阳发射光丽 但发射了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物体光速向太阳发射 但丝毫没有产生光丽的碰撞辐射 在所有的电磁波段完全不可见 但通过观测数据表明 他的目标不是太阳 而在接近去太阳150个天文单位时 发射体的引力波频率开始迅速降低 他的速度由光速急剧降低到光速的千分之一 于是人们决定出动飞船拦截 随后白艾斯与瓦里希 带领着启士号和阿拉斯加号两艘飞船组成编队 从海王星城市群落出发 对不明发射体进行探测 十天后 七十号派出了一艘无人太空艇 发挥了高清晰全息图像 让两艘飞船上的人们 看到了这个从外太空射下太阳系的东西 那就是一张小纸条 检测表明 纸条对任何频段的电磁波都不反射 没有检测到任何其他辐射 同时这张纸条又无法被抓去 它们只能让纸条位于七十号的内部中心 与飞船重叠着 以相同的速度下太阳系运动 而这天白艾斯从噩梦中醒来 随即立刻冲向瓦里系的仓室 将军 不要把他们那个叫纸条的东西放在飞船里 或者说不要让七十号停在那东西上 立刻离开它 越远越好 我觉得你过滤了 那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无害的 别傲慢 我说别傲慢 作效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想想水滴吧 随即七十号离开了这一条 但就是五十多个小时之后 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一片强攻亮起 而强攻从太空挺的底部发出 在那里融化 底部融成一坛 向各个方向扩散 此时的白艾斯也终于对这个人们所谓的纸条 做出了详细的定义 如同四维跌落的三维一样 三维空间也会向二维空间跌落 它们现在就处在下二维跌落的空间中 最终整个太阳系将跌落到二维 太阳系就变成一幅厚度为零的画 各位 我知道我想到了什么了 云天明的童话故事 真言画诗的话 惊奇一瞬间 这些人都明白了这个情节的真实含义 这是一个单独的言语 没有任何含义坐标 因为它太简单 太直接了 很可能云天明认为自己把如此明显的言语放入故事是一个大冒险 但他冒了这个险 因为这个情报极其重要 但他还是高估了人们的理解力 这一关键情报的缺失是人类把希望寄推掩体工程 可对于降维打击来说无济于事 人类知道掩体 他们也一定会知道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谢谢各位的尽职尽责 我们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但合作得很愉快 也谢谢所有的人 我们曾一同生活在太阳系 骑士号坠入二维空间只用了几秒钟 燃火般的光芒再次照亮了黑夜的太空 这是一幅面积广阔的二维图画 在这幅画上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骑士号上的每一个人 躯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以二维状态袒露在太空中 成为毁灭巨化中最先被划入的人 地球文明 甚至可以说是太阳系文明 迎来了毁灭的审判 这是人类的末日 在夜门节将宇宙发出提名的四个多世纪后 太阳系终于迎来了那绝望的相伪打击 刻意博大以内的太阳系空间将在八至十天里全部跌落到二维 此时的成心思绪被混乱和黑暗包围 而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则是回到地球 在他最开始的地方等待终结的到来 但是曹兵却告诉成心 冥王心城建有地球文明博物馆 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珍贵文物都存放在那里 博物馆建在冥王心的地下 联邦政府担心在二维化的过程中 这些文物与地层物质混杂在一起 结构可能遭到破坏 想让他用星环号把部分文物运出冥王心散落在太空中 让他们单独跌落到二维 这样他们的结构就能以二维形式完整地保存下来 另外罗奇也在冥王心上 他也很想见到成心 于是成心决定在毁灭来临之际去冥王心 就在他们承作的星环号起航两小时后 太阳系联邦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布了黑暗森林打击警报 太阳系预警系统一五小时前证实 对本星系的黑暗森林打击出现 这是一次维度打击 将把太阳系所在空间的维度由三维降至二维 这将彻底毁灭太阳系中的所有生命 预计整个过程在八至十天内完成 截止公告发布时 太阳系三维空间下二维的跌落仍在进行中 且规模和速度正在扩大 已经证实 脱离跌落区域的逃逸速度为光速 联邦政府和已不已经通过决议 被指有关逃亡主义的一切法律 但政府提醒所有公民 逃逸速度远大于目前人力宇宙废弃器的最高速度 逃亡成功的可能性 为零 太阳系联邦政府 太阳系议会 太阳系最高法院 太阳系联邦舰队 将行使职责到最后一刻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份重要文献 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 而现在 掩体世界可能真的被建设成了天堂 长西很想看看天堂的样子 看他没有去看 如果这一切正在走向终结 越是美好就越令人痛苦 因为它将是一个正在毁灭的恐惧中崩溃的天堂 在太阳系毁灭的前夜 星环号在太空中孤独的航行 长西这是从旋转和监视画面中 已经能够看到冥王星的玄境 这颗星星给他最初的印象就是黑暗 像一只永远闭着的眼睛 在飞船AI的指示下 长西走出了星环号 沿旋梯而下 站到了冥王星的表面 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球体 在群星渐入幽灵般快速移动 这是冥王星的卫星卡戎 星环号上的探照灯亮了 由于没有打气 看不到他的光柱 他的光全落到远处 一个黑色的长方形上 这座黑色方碑 是这片白色大地上 唯一的突起物 长西对这个东西 感到莫名其妙的熟悉 于是他向着方碑走去 由于冥王星的重力 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 他实际上是跳跃着前进 到达方碑前 才发现他的高达 像是被星空挖空了一大块 在方碑的下方 有一个醒目的突出 那是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金属轮 长西按顺时方向转动轮子 方碑上慢慢地划开了一扇大门 长西看到一条通向下方的隧道 镜头在很深处 隧道中亮着一排昏暗的小灯 隧道底部是一条崩滑的坡道 诚信看着陡峭的坡道 不敢向下走 正在他思索 为什么没有电梯的时候 一阵苍老的声音 打到了他的思绪 电梯时间长了会坏 这座建筑的使用年线 可是按地质纪念设计的 这声音来自坡道的镜头 那里站着一位老者 在昏暗的灯光中 他长长的白发和白须 在低重力下披散开来 诚信终于与这个当初拯救了 全人类的初代执建者 罗吉再次见面 冥王星一个坡道的尽头 那里站着一位老者 那正是最成功的面壁者 初代的执建人 罗吉 儿子们 我腿脚不太灵便 不上去见你们了 自己下来吧 诚信和陪伴他一起 在冬眠中醒来的IA 纵身跳跃下去 随着距离的接近 他们从那个老者的脸上 看出些罗吉的影子 来到罗吉身边 诚信向他深深鞠躬 不要这样 咱们还曾经是同事吧 你还是这么年轻 当年你在我眼里 只是执建人 可到了后来 就渐渐变成了漂亮的女孩 可惜转变得太慢了 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在诚信和A眼中 罗吉也变了 当年那个微眼的执建人 已经无影无踪 但他们不知道 现在的罗吉 其实就是四个世纪前 成为面壁者之前的那个罗吉 那时的万事不公 也从冬眠中孙行 他用拐杖指指身后 孩子 你看 我们俩都白猛 那些混蛋都跑了 他们也知道 最后跑不了 但还是跑 一圈傻瓜 诚信明白 他指的是地球文明 博物馆中的其他工作人员 但随着涌起的万切思绪 又在罗吉的带领下压了下去 走出一段后 眼前豁然开朗 但诚信和A很快发现 这不过是进入了 另一个更宽大的隧洞而已 洞灵很高 仍有一派昏暗的小灯照明 看看吧 这就是这里的主体 文物在那头的大厅里 这些可是打算保存上亿年的 这一切 只是一块墓碑 人类的墓碑 诚信看着这昏暗空气的隧洞 这一切地充满着死亡的意象 罗吉把拐杖高举过头 白发长袖舞动着 看上去像分开红台的模型 庄严地喊道 把自刻在石头上 诚信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自刻在石头上 诚信走了洞壁前 在暗淡的灯光下 他看到洞壁就密密麻麻地 跳满了似 罗吉走过来对诚信说 孩子 你好像不爱说话 声音中有一种 诚信久违的慈爱 诚信失神地笑了下 能说什么呢 文明像一场五千年的狂奔 不断地进步 推动着更快的进步 无数的奇迹 催生出更大的奇迹 人类似乎拥有了神意般的力量 但最后发现 真正的力量在时间手里 留下小一笔 创造世界更难 在这文明的尽头 他们也只能做 远古婴儿时代做过的事 那就是把字刻在石头上 也许 原来根本就没指望 在遥远的未来 能够有谁读懂这些文字 当建造者们领略到时间的力量后 他们也不再指望 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 在地质纪元的未来 真能留下什么 罗吉说过 这不是博物馆 博物馆是给别人看 而墓碑却是给自己建 在蓝黑相间的冥王心上 一条隧道的尽头 罗吉带领着诚信和IA 准备去把那人类仅存的 一些文明保留下来 此时的罗吉停住脚步 用拐杖下洞壁指指点点 刻在上面的文字 以由小传变成立书 啊 到汉朝了 从这儿到后面那一段 中国完成了两次统一 领土的统一和私下统一 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 这是不是好事 特别是汉朝的独醉柔树 如果换成春秋那样的百家争鸣 那以后又会发生什么 现在又会发生什么 在每一个泪水断面上 你都能找到一大堆丢失的机遇 没过多久 他们便走到了隧道的尽头 诚信和AA转过身 发现眼前的视野再次开阔起来 这不是陈列亭 而是用来随放的仓库 文武都装在整齐 码方大小相同的金属箱里 每只箱子上都贴着详细的标签 这时的诚信走到一只纸箱前 他掀起箱盖 从里面拿出了一幅油画 正在罗吉拿起改装 准备撬起画放的同时 诚信就惊呼起来 他看到这幅画竟是梵高的星空 诚信至今 并不仅仅是一位画的珍贵 他曾经看过这幅画 那是在四个世纪前 他在曼哈顿纽约现代艺术馆 看到了梵高的几幅画 给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幅星空画作 没想到他竟在四个世纪后的 凝望心上看见了他 逻辑不以为然的灰灰拐杖说 你们还以为这些东西价值连成啊 现在连成本身都一文不值了 于是他们把画从那个可能有 五个世纪历史的画框上拆下来 罗吉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把手封到一幅独大的油画上 这幅给我留下 诚信把那幅画搬到一旁 他们离开时回头扫了一眼 又小小的吃了一惊 那幅画是蒙娜丽莎 罗吉坐在蒙娜丽莎的旁边 一只老手抚摸着古老的画框 喃喃自语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知道的话我会常来看你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若隐若现 这微笑使人们困惑了九个世纪 现在则显得更加神秘诡异 似乎包容一切 又似乎一无所有 就像正在逼近的死神 冥王星底下的红尾幕式 在那昏暗的能量十万年的灯光中 成心和A把第一批文物向地面运送 在打开外侧门时 过度段中的一点空气 立刻在冥王星的严寒中 被冻成一片片飞舞闪亮的冰晶 当冰晶飞散后来自太阳的光芒 照耀着冥王星的大地 使星环号和黑色方位在白色的地面上 淘下长长的影子 他们抬头仰望 前所未有的惊骇画面 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之中 大使两个发光的椭圆形 他们的结构像极了眼睛 都有白色和淡黄色的眼白和深色的眼球 大使两颗类幕行星 已经被二维化 两颗二维行星 呈现出清晰的环层结构 洗开时这两只巨眼 变得像两个刚刚巨断的大树 露出的那种崭新的年轮 在两颗二维行星发射的光芒中 程兴和IA走向新环号 当他们走进时 飞穿底部的苍蓝无声地化开 他们沿着悬梯把文物搬进苍里 在这温馨的小天地中 长出了一口气 程兴和飞穿AI 能辅射的海王星和土星方里的信息 他的话音刚落 信息窗口就铺天盖地涌出来 像一场要把他们埋葬的彩色雪峰 这情景让他们想起了 118年前的第一次假警报 不过那一次涌现的信息画面 大部分是媒体有组织的报道 而现在新闻媒体似乎完全消失了 大部分画面没有具体内容 诚心请求AI筛选出太空城的画面 泛滥的窗口被瞬间清空 很快出现了有序排列的十几个窗口 其中一个窗口放大了最前方 这是12小时前海王星群落中 欧洲六号太空城的画面 这个画面很稳定 视野也很广阔 展现了几乎是城市的全景 他们在这颗冰冷的星球上 亲眼目睹了人类真正的末日 这是一个标准的椭球形构成的大型太空城 而城市中的建筑与城市在半个世纪前 看到了有了很大的变化 延体世界现任属于繁荣时代中 城市建筑不再整齐化移 而是形态各异 高度也增加了许多 有很多建筑的顶端 已经接近城市的中轴线 可此时的欧洲六号太空城已经停电 只有几束探照等 把晃多的光圈投入到对面的城区 太空城已经停止自转 一切都属于失重状态 城市的空间中漂浮着无数没有固定的物体 除了大量的杂物和车辆外 还有整栋的建筑 城市的中轴线上有一条黑色的云带 在整条中轴线上连接着两极 此时的城区和AA震惊地发现 那黑色的云带 竟是漂浮在中轴线上的人海 市中中的人们有的连接成一团 有的手拉手连成一列场队 更多的人则单独服在空中 巨边太阳虽然此时发出了已是冷光 但还是在其周围聚集了更多的人 也许是为了得到光明和一丝温暖 已变成月光的银色眼光 从密集人海的缝隙中透出 在周围的城市中撒下斑驳的光影 现在澳洲6号中的600多万人口 有一半是非洲和太空艇撤离城市 而剩下的300万人 一部分是因为没有条件撤离 但大多数人都明白 任何形式的逃离都没有成功的希望 即使真的成功脱离二维地落 去逃到外太空 以现有的大多数飞船上的生态条件而言 生存也维持不了多久 于是人们选择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等待最后的时刻 人海和城市都处于寂静中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城市的一个方向 人们都在等待着 在太阳或月亮如水的冷光中 此刻看着这幅画面的诚心 想起了126年前 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的那个血色黎明 像那时一样 诚心又出现了居高临下看一血的感觉 那黑压压的人海 像极了漂浮的一群 顷刻间 人们目光聚焦的那个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亮点 那是澳洲六号 最限于二维空间平面接触的位置 亮点迅速扩大 成为一个椭圆形的发光平面 这时太空城 像一座底部破口的巨轮 在二维平面的海洋上沉了下去 斑驳的色彩和复杂的结构 闪电般的向各个方向奔流飞散 这时可以听到 三维世界第五二维时的声音 一种清脆尖锐的碎裂声 仿佛建筑权和太空城本体 都是玲珑剔透的玻璃制品 一个巨轮年轨正在压倒这个玻璃城 很快探封城的三分之一 被二维平面吞没 平面疯狂闪耀着不可阻挡的上升 这时已经有人开始跌入平面 他们就像落在水上一滴滴彩色墨水 瞬间在平面扩展开来 展现出形态各异的二维人体 随着平面的上升 落在上面的人羽渐渐密集起来 被定格的二维人体 成群的涌现在平面上 人们只能见到一片迷乱的二维天空 向着欧洲六号 仍在处于三维世界的部分压下来 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 欧洲六号太空城被完全二维化 画面上显示了二维太空城的全景 难以估计它的面积 它肯定十分广阔 这些二维城市 像漂浮在漆黑太空中 没有厚度的大陆 在无形的二维平面上遥遥相望 摄像机继续向平面坠落 舱心紧盯着越来越近的二维城市 想在城中找出活动的迹象 但是没有 这是一个死的世界 一张死的画 仅仅不到十分钟的降维打击 并抹去了所有存在的生命 只剩下一幅绚丽的死亡画卷 竟只在孤寂的太空中 徐徐展开 亲眼见证了三维城市 遭受打击的 程兴和IA 还是第二趟文物的搬运 他们现在都感觉 这么做可能意义不大 但既然承担了这个最后的使命 他们只能完成 正如曹斌所说 现在有事情做比单纯等待又好些 再次进入博物馆大厅时 他们看到罗基 已建成立好了一批要搬运的文物 三人搬着文物走出防备的大门 立刻看到了正在二维化的地球 这是第一个跌入二维的固态行星 与海王线和土星相比 二维化地球的年轮更加清晰细致 从黄色的地板 渐渐过渡到深红色的铁涅地河 三人搬着文物箱 沉默地走向星环号 悲伤还没有袭来 就像被利刃划开的伤口 一时还感觉不到疼痛 但二维地球还是显示出了他的奇观 在最外边缘 渐渐地出现了一圈白色的环 最初只是隐约可见 但很快变得清晰醒目 那刀环洁白无瑕 但质地并不均匀 像是由无数细小的白色颗粒构成 那是海水在二维空间结冰的画面 长期和IAA的悲伤终于降临 毕竟那个减少了一个维度的世界 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而现在他们就同罗吉一起 站在冥王星的大地上 等待着最壮丽的一幕 那就是太阳的二维化 只见到遥远的太阳突然亮度增加 从远距离看去 像是航行本身正在膨胀 这是星环号射的IAA 把一个宽大的信息窗口 投射到飞船外面 其中显示着用望远镜头拍摄的 太阳清晰的全息图像 但随着冥王星与太阳距离的迅速接近 有肉眼也能看见 横行二维化的重力景象了 太阳接触二维平面的一刹那 接入二维的部分 就在平面上呈圆形迅速展开 仅仅过了三十秒 平面上二维太阳的直径 就超过了三维太阳 很快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火海 三维太阳就在这血色火海的中央 缓缓沉下去 太阳真的在融化 把它的血铺占在二维平面上 这是最后一次日落 一个小时后 太阳完全坠入二维平面 孩子们 没有家了 家 已经变成一幅画了 飞船上的AI 仍然接触着木星的信息 但现在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音频 在每一个通信高广播频道上 都是一片声音的海洋 这声音中有呐喊 惊叫 哭泣 狂笑 甚至有人在唱歌 从嘈杂的声浪中听不清任何内容 但唯一能分辨出来的是许多人在合唱 他们唱着一首庄严舒缓的歌 像是人们在谱写着一曲 走向死亡的声歌 冥王兴附近的太空中 陶王飞船 仍在远远不断地飞过 孩子们 该走了 谁也不知道 以后跌落的速度有多快 别耽误了你们的账事 此时的裸吉 对窗戏和IA 举起拐杖已是告别 两人目纵着他 直到这位面壁者 执剑人 和人类最后的守牧人 老迈的身影 消失在方北的大门中 承信和A 返回星环号 飞船立刻起飞 推进其机器漫天的雪雾 很快到达了 冥王星期 每秒一千多米的逃逸速度 这时他们看到了 二维太阳的全貌 现在除了天王星 太阳系的绝大部分 都已二维化 承信看着这幅 美幻绝伦的画卷 他脑海中 他幅繁高的星空画的记忆 相互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可此时逻辑 在一个刚弹出的 信息窗口中出现 孩子们 你们还好吗 准备做什么 你们可以去 银河系的任何地方 甚至可以在游生之年 飞到仙女座星云去 因为星环号 能够以光速航行 他安装了世界上 唯一一套空间 取力驱动引擎 末日到了 星环号将成为 全世界争夺的对象 人们将为他自枪残杀 所以在打击警报发布前 必须让星环号 尽快离开掩体世界 曹斌那小子 让星环号的冥王进来 是想让你们接我上飞船 但我活得够长了 即使上了飞船 也才活不了多久 在这里 作为一个守墓人 很合适 这话 在闪电般照亮的 橙溪黑色的思绪 此时逻辑的黑白影像 也消失了 但仍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啊 要进化里了 孩子们 走好 万籁俱寂 祝福名为太阳旗的 二维句话完成了 橙溪和IA是仅有的话外人 突然橙溪瞬间 被强烈的思念淹没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 渴望见到一个人 那就是云天明 送给他星星的那个人 随即橙溪和AI下达了指令 于是他湾的面前 显示出了大幅的全系星图 一颗熟悉的航星 闪耀着醒目的红光 这颗星星 让昌星死记的星 再次活落起来 于是星图消失 结婚成全部外景显示模式 航向前方是银河系的星态 这时已经变成了纯蓝色 而后方则是二维太阳系 二维太阳和行星都笼罩在 如雪的红色中 突然宇宙发生了巨变 前方所有的星星 都是航向所指的方向聚集 仿佛这一般宇宙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大碗 群星都在向碗底滑落 以及分别不出单个的星星 它们凝成一个光团 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 发出璀璨的蓝光 二维太阳系和群星 一起凝集出红色的一团 像在宇宙尽头熊熊燃烧的篝火 星图号承载了太阳系文明 最后希望的火苗 以光速向云天明 送给成星的星星飞去 在太阳系文明被完全地毁灭之后 成星和IA带着火种与希望 飞进了另一颗恒星 那是云天明在四个世纪前 送给成星的星星 成星现在唯一想到的 就是见到云天明 向他倾诉这一切 在他的意想中 287光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旅程 但在飞船的参照机内 航行时间只有52个小时 成星透过旋窗 看着光速视野中的太空 他数着那一颗又一颗跳出的星星 目送着他们掠过 在这具有很强的催眠效应的行为下 他终于陷入了睡眠 当成星醒来时 星环号已经接近目标恒星 曲率引擎开始减速 前方的蓝色星团和后方的红色星团 都在逐渐散开 像两团绽放了焰火一般 很快扩散成漫天的星海 成星和IA看到 前方的银河系的形状 没有发生肉眼 那个观察到的变化 但在他们的身后 只见到一片陌生的星群 太阳系早已无影无踪 通过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 DX3906的航星有两颗固态行星 其中却航星较远的一颗 体积与火星相当 表面十分荒凉 而另一颗行星表面特征 与地球十分相似 有明显的生命迹象 它像地球一样呈现出蓝色 它们将它蓝星 20分钟后 星环号在赤道附近的陆地上着陆了 成星和IA的注意力 被停泊在星环号附近的 一架飞行器吸引 那是一架小星飞行器 像是来往于太空轨道和地面接的穿梭机 飞行器旁边站着一个男人 成星远远一看 他就知道 当然不是云天明 他们走出舱门 事业豁然开阔 而那个男人已经来到悬梯下面 我小关一番 收到了你们的引力波信息 这是个好地方 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地方 但是成星博士 欢迎你到这里来 但是不能承认你对这里的所有权 十几个小时后 三人迎来了蓝星的夜晚 夜空中没有月亮 银河西向银色的火海 还悬挂在他们的上空 滚一分直了直 那边空旷的夜空 看那里 就在几天前 那里还能看到太阳 当然 那是287年前的太阳 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那里已经是空荡荡的太空 比武松 成星当时看到的 二维太阳和行星 其实是二维化后 三维物质的一种能量释放效益 能量释放完成后 二维太阳系 就与三维世界 永远失去了联系 我从四维看不三维 但三维看不到二维 二维世界是全透明的 成星和AA沉默许久 太阳系完全消失了 他们对母亲世界 仅有的一点依托 原来只是他们一厢情愿而已 而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赶赴那个相隔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约会 在距离太阳系287光年 陌生星球上的明亮星光中 成星和AA决定跟随 观一番的脚步 去到那个全新的世界中 对于成星IA和已经消失的太阳系人类来说 这意味着许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航行到太阳系外的航星系 第一次踏上太阳系外的行星 第一次进入一个太阳系之外的有生命的世界 就在这个蓝星上的午夜里 观一番被锁闭上的通信器的鸣叫声惊醒 35分钟前 有来历不明的宇宙飞行器 在灰星表面降落 观一番立刻决定 乘亨特号前往灰星探查 成星强烈要求 要通他一起去 他想知道 这是不是与云天明有关 在这仅有三人的孤寂事件中 短暂的分别 也是一种让人激动的事 在登上穿梭机前 成星回头看见 IA站在如水的星光中 向他们挥手 随着穿梭机的上升 地面被照亮的区域 很快按下去 已经远离的大地 也再次沉溺在星光当中 在三界的操纵下 成星和观一番的身体的动弹不得 只能通过谈话来聊以未解 在罗吉坠入寒义中的 冰湖六百多年后 在地球仅村的人类面前 宇宙恐怖法刺的神秘面杀 被观一番一一揭开 在宇宙这次顶级战争中 黑夜色灵 只不是战斗间隙的冷枪而已 在真正的星际战争中 对一个拥有 无限能力的文明而言 宇宙规律才是最具权威的武器 比如降维打击 亦或是用降低光速来进行防御 对地球来说 隔着的二相国降维打击 可以称得这是顶级的攻击 降维打击的可怕之处在于 二维的跌落和永恒存在 而发动打击的一方 也终将会跌落至二维 这就是隔着的太阳系的政策 制造黑夜用来藏身 只不是虫子们可笑的保命举动 在那些神们的顶级战争中 他们可以随意制造光速 黑洞封死敌人 这一切终将使宇宙完全变成二维 这就是宇宙的真正可怕之处 而现在的宇宙已早已告别了 曾经十为的田园时代 宇宙正在死去 在奔赴去灰星的途中 成星眼中的太空和星海越来越虚化 银河系像一大片眼跟血迹的冰字 四天后 星环号来到了灰星 眼前的景象着成星和观一芬充满了震惊 五根黑色巨珠般的黑线树立在前方 他们一端连着灰星的表面 另一端深向太空 向灰星长出的五根黑色的头发 那是来访者留下的痕迹 观一番和成星脱离飞船向灰星表面落去 灰星的平原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坟尘 很快走到了至死线一百多米的地方 除了极神的黑色 死线没有显示出任何细节 它表示着灵光速去的范围 成星仰望着这些深向天空的随色巨珠 他们顶起星空仿佛把宇宙变成了死神的宫殿 观一番推测 这种瞬间加速的光速的飞出的航气 极有可能来自于顶尖文明 那就是归灵者 像把时钟破过十二点一样 他们希望将宇宙降至越过灵危 通过这种方式来重启宇宙 对归灵者来说 他们的事业终将由宇宙本身来完成 随后两人准备起航返回蓝星 在返航途中 爱爱的呼叫打破了安静 因为云天明降落在了蓝星 原来三体第一舰队在附近的星体上建立了殖民地 当探测到成星的引力过信息后 云天明被前往赶来 对成星来说 这是一份跨世纪的爱恋与承诺 但云天明的飞船 给这片星系带来的波动 让那五根漆黑的死线迅速扩散 低攻速的漩涡 在成星所在的飞船卷入其中 飞船陷入失控难以逃脱 而蓝星那条连接着 攻速宇宙蓝红两极的宽带 它的表面流动 此刻显得极为迅速 曾经知道 宽带式流动的图形 每一个周期 都意味着 穿速器以光速围绕蓝星 运行一圈 在那个参照器中 时间正以千万倍的速度闪电般的流逝 但是为了生存下去 成星与观一番 不得不选择进入冬眠 而这一刻 沧海丧天 渡行的过程很长 成星的意识一点点渐渐恢复 舱内被柔和的光照亮 各种设备发出的 嗡嗡声清晰 可闻 那是穿梭机复活的声音 但成星很快发现 舱内光源的位置 原来有明显的不同 空中也没有信息窗口 而观一番 此时政府在显示屏前 用霉带手套的手指 点击着屏幕操作着 观一番告诉成星 飞船已经过去了16天 半个小时后 穿梭机可横套飞船 同时启动反物质发动机 开始减速 透过旋窗 成星看到蓝红两个星团消失了 与以前看到的 没有明显变化 但另一侧 前窗中的景象 却让它吃了一惊 现在蓝星已经变成了紫星 陆地均被紫色覆盖 但最令它震惊的是星空 太空中的星星 都变成了发光的细线 线中的星星 呈其四层相识 它曾经多次 见过长时间 曝光的星空照片 应该是星星 星光到达这里 又穿过两个界面 首先穿过 光速与慢光速的界面 然后穿过 黑洞的世界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在光幕里 有人将DX3906星系 变成了低光速回动 与宇宙其余部分 完全隔绝了 那由纷纷的 银线构成的星空 将永远是 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穿梭机再次减速 在剧烈的震动中 向着这个 程兴和管一帆 注定要度过一生的 世界向落 他们再次 踏上蓝星的土地 而现在的程兴和管一帆 只能开始做一件 让他们深感恐惧 却又不得不做的事 那就是确定 现在的年代 控制台的屏幕上 坚明地列出了 检测结果 星际时间段 6177906年 地球年 18903729年 诚心默默转身 走出穿梭机 站在这紫色的世界中 一缕阳光 把小小的光斑 投在他的脚边 湿润的风吹起 他的头发 1890万年的岁月 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错过了整整18万个世纪 可此时的程兴猛然醒悟过来 把字刻在石头上 他觉得IA总会给他留下些什么 经过一番探测 他们收到了摇杆图像上 显示的四行 跨越了1890万年的字迹 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我们送给你们一个小宇宙 来度过探索 程兴和管一帆 幸福地感受着 那两个人 在18万个世纪前的祝福 在这种幸福中 他们绝望的心灵 变得无比宁静 这时一个泛着微光的门 打到了他们的感慨 十分钟后 他们手拉手 穿过了这道存在了 1890万年的光门 这是一片混沌未开的黑暗 程兴和管一帆 再次进入时间真空 这里的时间流速为零 他们失去的时间感 产生了在一切之外 跨越一切的感觉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黑暗消失 时间开始了 逐渐由阳光 揭开这个时间的面纱 在蓝色的天空下一片田园 渐渐显行 有一片未播种的土地 在土地旁有几栋精致的房子 还有唯一能带来 异域色彩的几棵树 这片幽静的田园 将对他们张开的怀抱 云天明曾经送给 程兴一颗星星 现在他又送他一个宇宙 虽然很小 可确实是一个宇宙 但这个宇宙中 只有他们两人的感觉 很快被打破了 一声轻轻的闻响 有一个白色的人影 从一栋房子里走出来 他们看到来人 是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女子 程兴很快认出了那是质子 宇宙很大 生活更大 他们真的又相会了 质子告诉程兴 这是647号宇宙 是云天明送给程兴和 关一帆的礼物 而现在他们处于一个 独立的时间线中 大宇宙的时间 真的飞速流逝 按更具体的预算 宇宙的探索 将它十年内达到起点状态 也就是说 十年内宇宙 将会完成爆炸重启 但起点和大爆炸 他会把这个宇宙的 一切记忆都抹去 作为曾经存在过的生命 他想把人类的一部分 记忆带到新宇宙中 可现在要做的就是生存 于是质子带领他们 参观了647号宇宙的新生活 程兴和管一帆 一出门就看到了 一幅春耕的景象 那些机器人都在田里干活 整个场景有一种古朴的色彩 从地球出来的人 对徒弟都有一种迷恋 程兴还记得 在飘里面 好自家的父亲 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孩子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为这拼命和流血 除了土地 程兴理清了杂论的思绪 准备去迎接这新的开始 647号宇宙中的一年过去了 田里的小麦收获了两季 程兴和管一帆 两次看着翠绿的麦苗 慢慢变成金黄的麦腊 旁边的菜地 一直充盈着绿色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是 小宇宙能否与大宇宙通信 质子告诉他们 小宇宙绝无可能 向大宇宙传递信息 但接收到大宇宙的信息 广播就极有可能 时间一天天过去 向那条小溪中的水平静而流畅 诚心开始起回忆录 记述他所知道的历史 他把它称为时间之外的往事 而管一帆则从三体世界的宇宙学说中 发现了能让他震惊的现象 那就是宇宙质量流失 根据三体人的说法 宇宙在质量上的设计 是极其精巧的 而三体人已经证明 宇宙的总质量 刚刚能够使宇宙坍缩 总质量只要减少一点 宇宙就会封闭改为开放 永远膨胀下去 先而易见的是 他们所在的这个宇宙 已经偷走了宇宙一部分的质量 而又不知道宇宙中的 其他文明世界 为了逃避大坍缩 又制造了多少这种小宇宙 他们都在带走大宇宙中的质量 这天他们收到了 大宇宙的超模广播 诚心和管一帆很快明白 这是一个宇宙文明的生死部 当广播信息的语言种类 达到157万时 接受信息的窗口 只静止地显示出两条 分别用三体和地球语言 书写的信息 回归运动声明 我们宇宙的总质量 减少至临界值以下 宇宙将由封闭转为开放 宇宙将在永恒的膨胀中死去 所有的生命和记忆都将死去 请归还你们拿走的质量 只把记忆体送往新宇宙 诚心和管一帆的目光 从回归运动声明上移开 他们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大宇宙黑暗的前景 在永远的膨胀中 所有的星系将互相远离 一直推到各自的视线之外 到那时 从宇宙间的任何一点望去 所有的方向都是一片黑暗 恒星将相继熄灭 实体物质将解体为稀薄的星云 寒冷和黑暗将统治一切 宇宙将变成一座空旷的坟墓 所有的文明和所有的记忆 都将永远埋葬在这座无边无际的坟墓当中 一切终将死去 唯有死神永生 两人的目光已经交流了一切 并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那就是归还宇宙 这个决定意味着 他们将在宇宙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只留下承载着记忆体的漂流屏 它转刻着地球与三体世界两个文明的印记 去往新的宇宙 承轻的一生就是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 在求学期间 他的责任是好好学习 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 可从他读博士开始 他的责任变得具体了 他要把很少的人和物资送到地球轨道上 然后他得到了一颗星星 在新纪元 这个星星给他带来了一些难以想象的责任 承轻成为了黑暗森林威慑的直线人 现在看来 说那时自己掌握着人类的命运 有些严过其实 但他确实掌握着两个文明历史的走向 后来责任变得复杂起来 他想让人类插上光速飞行的翅膀 却又不得不做相反的是 致志由此引发的战争 他不知道那些灾难和太阳气最后的毁灭 与他有多大关系 但肯定与成心有关 与他的责任有关 而现在他将登上责任的顶峰 他要为宇宙的命运负责 这样的责任在以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现在的成心知道了 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 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 步履蹒跚地走出去 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 对智慧文明来说 他们最后总变得和自己的思想一样大 而现在的质则通过六四七号宇宙的控制系统 操纵小宇宙处于大宇宙中的门 门在大宇宙中进行了上万次跳跃移动 寻找着适合生存的世界 这过程耗费了三个月 只有一次检测到一个三级环境 但致志不得不承认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于是门在六四七号宇宙中出现了 其实他们所在的小宇宙本身没有质量 它的质量都来自于从大宇宙中带来的物质 在三体世界曾经制造的几百个小宇宙中 六四七号属于最小的一类 它总共从大宇宙中带走了约五十万吨物质 相等于公元时期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载量 但这从宇宙制度上将微不足到 物质的搬运首先从土壤开始 自从第二次收割后天地就没有再播种 三天后小宇宙中已经没有一粒土了 连并房子周围的那几棵树也被送进了门中 土壤消失后 小宇宙中出现了一片金属的地面 这地面由一片片光洁的金属板拼接而成 像镜子一样倒映着太阳 机器人从地面的一侧把金属板拆下来 重复着把这些金属送进门内的动作 在小直接的一侧被掀开的地面下 露出了一艘小型飞船 虽然这艘飞船只有十几米长 却同做了三体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这艘飞船的设想是由647号宇宙中的人进入新宇宙时使用的 在新宇宙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前 它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金属地面被继续掀开 露出了下面的机械设备 这是成熙和管一帆在小宇宙中第一次看到具有三体特征的事物 就像成亲曾见过的那样 这些东西的设计理念与人类完全不同 初看根本看不出它们之机器 像是一只怪弹的雕塑 或者某种自然形成的抵制构造 机器人开始拆卸这些设备 把它们的部件一块块送进门里 当地面下的某部机器被关停后 小宇宙中的重力消失了 那几栋白色的房子悬浮在空中 机器人在失重中拆除天空 那是一大片能够显示蓝天和白云的薄膜 这是最后的地面被拆除完毕 水体失去月数大量蒸发 小宇宙中云雾弥漫 太阳也在云后蒙涌地照耀着 出现了一道横跨宇宙的绚丽彩虹 小世界中的水都在失重中 形成大大小小的夜球 精明地折射和反射着阳光 至此再次修改了门的通行参数 随着气体渐渐稀薄 空间变得越来越透明 小宇宙的太空显现出来 它与大宇宙的太空一样漆黑深邃 但是没有星星 在质子的指令下 所有的机器人排成一列 鱼管地进入门中 现在小宇宙的太空中 只剩下一艘细长的小飞船 和漂浮在船边的三个人 衬托着这个属于他们的宇宙 最后的杯凉 此时的质子拿着一个金属盒 那是他们要留下来的文明记忆 当宇宙重生 它会在新宇宙的高位太空中漂浮 等待着被拾取和解读的那一天 而诚心和管一帆相信 其他那些想用回归运动的小宇宙 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 如果宇宙真的重生 其中会有许多来自旧宇宙的漂流瓶 而此时的成仙手中却留着 最后五公斤的透明球体 其中漂浮着几个水球 这是一个全封闭的生态球 是成仙和质子十多天的工作成果 只要有它留在这里 六四七号宇宙就不是一个 没有生命的黑暗世界 巨变发动机启动了 推进气发出悠悠的蓝光 飞车缓缓地穿过了宇宙之门 三人终于走向了最后的死亡 小宇宙中只剩下生态球 在一千米见方的宇宙中 只有生态球里的小太阳 发出一点光芒 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中 几只清澈的水球 在零重力的环境中 静静地漂浮着 有一条小鱼 从一只水球中蹦出 越如另一只水球 轻盈地穿越于绿藻之间 有一滴露珠 从一片草叶上脱离 旋转着飘起 向太空中折射出 一缕晶莹的阳光 这束光中浮现着 一部文明的史诗 叶文杰 汪鸟 史强 卢吉 庄严 泰勒 雷迪亚兹 西恩斯 张北海 维德 质子 云天明 关一帆 还有他 诚心 一切终将逝去 唯有死神永生 三体三 死神永生 完结 ��� 由于 汪�иц 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